第1201章神秘封印 祭天行打定了主意 只想尽快解决黑暗火龟 探查深渊通道里的秘密 他不再跟黑暗火龟废话 直接祭出了断剑葬天 拔剑 枪的一声 神剑出鞘 勃发出风锐无皮的剑气 充斥于整个深渊中 一道耀眼夺目 璀璨刺眼的白色剑光 吸着毁天灭地的威势 狠狠斩向黑暗火龟 百丈长的剑光 速度快到了极限 堪比极光 只是一瞬间 剑光便跨越了十几里天空 轰然斩中了黑暗火龟 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更来不及躲避 当场就被剑光斩中了脖子和甲壳 突一道如吉拜格的门响声传出 并不惊天动地 很快就消散了 黑暗火龟那傲视天下的防御力 在这精彩绝艳的一剑下 变得孱弱不堪 他那坚硬无皮的甲壳 竟被当场破开 露出了白骨和血肉 甚至隐约能看到内脏 而他那布满黑色鳞片的脖子 也被剑光当场斩断 喷剑出漫天黑血 十几丈长的脖子 连着他那扁平硕大的脑袋 碰得摔落在地上 剑起无数碎石和尘土 可即便如此 他竟然还未死去 跌落在地的脖子和脑袋 还拼命挣扎扭曲着 啊啊啊啊 该死的小爬虫 本皇要撕碎你 黑暗火龟暴怒欲狂地咆哮着 脖子涌动着赤红火光 飞到身躯旁边 还想接上伤口 既天行却不给他复原的机会 手中断剑再次一挥 朝他狠狠一次 刺剑 一点寒心要天穷 断剑绽放出一点凝聚到极致的剑光 瞬间消失于黑暗中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剑光跨过了十几里远 轰然击中了黑暗火龟的脖子 正中搏枪的伤口 砰 那一点浓缩到极限的寒光 骚然爆炸开来 迸发出毁天灭地的威力 爆出一声惊天巨响 黑暗火龟那庞大如山的身躯 顿时被炸得四分五裂 蹦剑出漫天碎肉血块 这一剑 直接洞穿了他的身躯 在他体内爆炸开来 无论他的外壳有多坚硬 防御有多强大 都是于事无补的 沉闷剧响声还在深渊中回荡 漫天碎肉血块已洒落在四周 堆积成几十座小山 黑暗火龟的肉身 彻底被摧毁了 几乎不可能复原 西欧 一团赤白的光芒 惊慌失措地转身逃跑 冲向黑暗的深渊通道 那正是黑暗火龟的魂精 他已经被吓蒙了 连一句狠话也不敢说 只想尽快逃离此地 远离寄天行这的恐怖的家伙 寄天行早就料到他的神魂未灭 并会疯狂逃窜 当那团神魂白光转身逃跑时 他第三次挥动断剑 倾尽全力地一剑斩下 一剑开天 他双手握着断剑 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法力 斩出了一道惊天剑光 这是精细神合一 天人剑合一的至强之剑 刷百米长的赤白剑光 瞬间划破黑暗天空 劈中了黑暗火龟的魂精 魂精当场被一剑劈碎 爆裂成几块碎片 朝四周散开 黑暗火龟就此灭亡 彻底泯灭了 季天行收起断剑 连忙飞了过去 使其几块魂精碎片 送给藏天恢复功力 云摇连忙跟了上来 满腔赞叹地道 天行 自从你达到练魂境之后 剑法跨入了全新的境界和领域 越来越神妙了 我能感觉到 你的剑法有种反扑归真之意 其中已经蕴含了属于你的剑意 季天行露出一丝微笑 点点头道 瑶瑶 你说的没错 练魂境不同于天元境 的确是一个全新的境界和领域 这套神级剑法 目前我还在练习阶段 关于剑意 我也正在摸索和领悟中 相信不久之后 待我领悟属于自己的剑意了 剑法威力肯定能再提升一个层次 云摇满腔欣慰地点头道 虽然你现在只有练魂境三重 但你的战斗力 比我爹还强几分 堪比练魂境七重了 季天行唯唯一笑 道 我还未与练魂境七重的强者交过手 尚且不能印证 不过我相信 相差不远 瑶瑶你别着急 你才跨入练魂境不久 待你摸索到练魂境的奥秘之后 也能像我一样 拥有超凡的战斗力 因为我们是这世间最特别 最妖孽的天才 云摇点了点头 指着前方的黑暗地带 说道 天行 黑暗火龟已经被杀了 我们快去看看吧 嗯 季天行 应了一声 连忙带着他朝前飞去 两人沿着倾斜向下延伸的深渊通道 不断往地底深处飞去 越往地底深入 深渊通道就变得越来越狭窄 逐渐从30里宽 缩减到20里左右 到了最后 当两人深入到地底300里深处 通道以苏减到只有10里宽 而且 通道并未笔直的 也是曲折蜿蜒的 季天行仔细观察过通道的岩壁 研究过岩壁上的古老沧桑痕迹 他能确定 这条神秘的深渊通道 至少经历了15万年的岁月 而且 深渊通道并非天然形成 而是被某种近乎神灵的力量开辟而出 这让他愈发疑惑和期待 通道最深处究竟是什么 隐藏着什么秘密 忽然 云瑶提醒到 天行 快看前方 有光亮 好像是一道光雾 既天行向前望去 果然看到10里之外的通道拐角处 有一道暗淡的光雾 他带着云瑶赶过去 到了镜前仔细查看 才发现这道光雾是一座封印大镇 这是一座魂集中品的封印大镇 蕴含着无比恐怖的威力 却又气息内敛 不易被人察觉到 这道十里方圆 厚约三米的五彩光雾 把通道完全封死了 两人透过光芒微弱的五彩光雾 根本看不到通道深处的情况 可恶 谁在这里布下一座封印大镇 断掉了我们的前路 既天行皱起眉头 有些愤怒地低估了一句 云瑶仔细探查过封印大镇 若有所思的道天行 这座封印大镇显然是 练魂境强者布置的 看样子年代并不久远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恐怕我们来晚了 已经有人截足先登了 第1202章夫妻联手 强大的封印法镇 挡住了深渊通道 既天行和云瑶的神魂力量 根本无法透过光雾 探查里面的情况 即便用眼睛去看 通道里也是一片幽暗 根本看不清什么 两人只能确定 有人比他们更早进入深渊通道 并在此布下了封印阵法 既天行皱眉私存了一阵 便开启素心法眼 仔细观察这座大镇 推演和计算破阵之法 云瑶盯着封印大镇打量许久 忽然想到某种可能 顿时双眼中露出一抹欣喜的金光 天行 这座封印大镇不像是近期布置的 应该是多年前布下的 我有一个猜想 黑暗火龟原本在深渊通道里 某位练魂强者来到这里 把他赶出来了 并在此布下了封印大镇 那头黑暗火龟无法冲破封印大镇 便只能留在外面的深渊中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既天行想了一下 点点头道 的确有这种可能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深渊通道的尽头有什么 那位杰族仙灯的炼魂强者 如今是否还活着 他还在通道深处吗 云瑶促起眉头 左思又想了许久 也未想出各所以然 只好说道 一切都是未知的 我们只能破解这座大镇 才能继续探查 天行 我来帮你破解大镇 既天行知道 他的镇法造诣也不俗 便点头答应了 好 随后 两人便一起观察封印大镇 共同商议破镇之策 既天行是镇道宗师 精通无数种天元大镇的构造 和布置手法 但他踏入练魂境之后 几乎没有时间再提升 镇法造诣 即便他破解过一些魂集大镇 但都是魂集下品的镇法 至于魂集中品的大镇 他遇到的次数屈指可数 破镇的经验十分匮乏 挡在他和云瑶面前的封印大镇 不但是魂集中品 布镇手法也非常繁琐 想要破解这座大镇 难度实在太大 这对既天行和云瑶而言 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两人仔细观察研究了半天 也没能找到破镇之法 互相商议和讨论了几次 也是毫无头绪 不知不觉 一整天过去了 深渊通道中仍然极尽无声 四周依旧光线幽暗 身处在黑暗的通道里 两人几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也分布清白昼黑夜 但两人的心情 越来越焦急和忧虑 既天行有些沉不住气了 面色凝重的道 瑶瑶 我们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想试一试 能否强行攻破这道屏障 云瑶考虑了片刻 神色正重的道 天行 这座魂集中品的封印大镇 威力非常强大 防御也十分强悍 凭我们的实力 恐怕难以将其攻破 不过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 我们也无计可施了 你一定要小心谨慎 千万不要被大镇的威力 反噬了 祭天行点了点头 是以他后退百步远 然后直出了断剑葬天 他手握着断剑 双眼紧紧盯着封印大镇 体内快速继续狂暴 无匹的法力 随着他体内的法力 疯狂聚集 经脉与体内竟发出 轰隆隆的雷鸣之声 他的气势不断攀升 浑身也隐约透露出 冲天剑意 凌厉无匹 大约实习时间后 他的精气神与法力 都提升到极限 终于挥舞断剑 展出了威力最强的一剑 一剑开天 持杖掌的耀眼剑光亮起 将四面八方都照亮 空气中也卷起了 凌厉的狂风 砰 无间不摧的剑光 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威力 狠狠一剑批中了巨大光雾 爆出一声惊天巨响 震耳欲聋的巨响声 在幽暗通道中回荡不休 震得四周地动山摇 落下无数碎石与尘土 狂暴无比的反震力 轰然冲击着季天行 将他也震退了五步远 面色一阵苍白 原本光滑暗淡的光雾 也被这一剑斩的动荡不休 荡起层层连衣和波纹 一条巴掌宽的裂缝出现了 弄插弄插地朝四周延伸 这座魂集中品的封印大阵 也扛不住季天行全力斩出的一剑 剧烈震动了许久都没平息下来 然而 那道光木族有依仗后 哪怕被斩出一道巴掌宽的篝祸 也没有被斩破 季天行和云摇两人 依然无法穿过光木的封锁 看到这个结果 季天行默默叹了口气 只能将断剑收起来 他倾尽全力的一剑 都没能击破封印大阵 便只能打消强弓的念头 他只能继续想办法破解大阵 片刻后 摇晃不止的五彩光木 逐渐平静了下来 尽管这道五彩光木逐渐复原 又恢复了原样 但季天行敏锐地察觉到 封印大阵的内部结构 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曝露出了更多的脉络与阵积 这是他之前没有探查到的 如今有了新发现 便让他对封印大阵了解得更加透彻 他盯着封印大阵观察一阵 忽然双眼中闪烁晶亮光芒 逼喝一声 太好了 没想到这座封印大阵如此玄妙 竟然暗藏玄机 幸好我批了他一剑 才能让他显露出更多的底细 否则我再耗费三天三夜 也未必能将他破解 云瑶也发现了这个情况 顿时精神振奋 点头道 天行 这真是意外之喜 现在我们对大阵更了解 也更有希望破解他了 两人不再耽误时间 连忙探查整座大阵的脉络和构造 探讨着破解之法 三个时辰之后 既天行推演出了破解大阵的初步构想 开始动手尝试 五个时辰后 他的猜想得到印证 已经逐步破解了大阵的部分结构 云瑶明白了他的破阵之法 便出手协助他破阵 两人联手破阵的速度更快 一边破阵还能一边探讨商议 效率也更高 八个时辰之后 两人终于成功破解了封印大阵 刷 偌大的五彩光幕 两起妖眼的五彩光滑 剧烈阵战起来 随着大阵内部构造的瓦解 棒波浩荡的法力一散开来 在通道中刮起了飓风 大约十个呼吸之后 方圆石里的五彩光幕全部消散 这座魂集中品的封印大阵 被继天行和云瑶联手破解清除了 夫妻同心 其力断经 第1203章一缕神宴 虽然 继天行和云瑶为了破解大阵 劳心劳神还消耗了许多法力 但两人精神振奋 都顾不得休息 继续往通道更深处飞去 通道依旧往地底深处倾斜 而且越来越狭窄 大约半刻钟之后 两人又飞行了上百里远 终于抵达了深渊通道的尽头 刷 刷 两人停止飞行 降落在了黑核色的岩石地面上 这里已经是通道尽头了 前方的地面犹如被斩断了一般 下方就是笔直陡峭的悬崖 上方是方圆数十里的空旷空间 光线幽暗 犹如一座巨大无比的山洞 继天行和云瑶站在悬崖边 向下方打亮着 只见 悬崖仅有上千米深 下方就是乱石灵循的地面 那片黑核色的大地上 到处都散落着巨石和石队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消失硫磺味道 某些岩石缝隙和篝祸里 还能清晰看到一抹暗红之色 两人细看才能看清楚 那赫然是通红的岩浆 方圆五十多里的大地 就像是一座乱石废墟 到处都堆积着碎石 流淌着暗红岩浆 无论怎么看 这片古老而荒芜的区域 都不像是藏有神物的宝地 云瑶疑惑地猝起眉头 默默释放神魂力量 探查那片荒地的情况 还低声尼南道 奇怪 我为何感应不到沧海神猪的气息 济天行警盯着荒地 观察了片刻之后 忽然有了发现 瑶瑶 你快看那里 他手指向荒地的西北角落 语气有些惊讶 双眼中涌出了浓浓的旗带之色 只见 荒地的西北角上 有一抹暗金光滑 悬浮在黑暗的半空中 那道暗金光团的四周 似乎堆积了无数巨石 还被布置了强大的阵法 一道似有若无的暗红色光照 犹如倒扣的巨腕 将那团暗金光芒笼罩其中 哪怕隔着几十里远 两人也能感应到 那团暗金光芒隐隐散发着神秘强大的气息 走 我们过去看看 济天行毫不犹豫地飞上夜空 朝荒地的西北角飞去 云瑶连忙跟上他 一边飞行的同时 还满腔警惕地打量四周 两人都没忘记 曾有一位神秘的恋魂强者 比他们更早抵达这里 在没有确定那位强者是否死亡之前 两人都不敢掉以轻心 刷 不依惠尔 两人便飞到了荒地的西北角 停在那道暗金色光照之外 两人居高临下地打量着那团金光 这才看清楚场中的情况 方圆三千米的角落里 堆积着三十六块十几丈高的巨石 这些黑核色的巨石 外形并不规则和均匀 一看就是被强悍冲击力烘碎的 但三十六块巨石的摆放位置 却蕴含着某种规律 组成了一座神秘的大阵 就是这道大阵 无形中汇聚方圆千里的地火精气 形成一道方圆三千米的光照 将这片区域封印了 全幅在半空中的那道暗金光芒 外形风锐细长 就像是一把家常的宝剑 又像是一根长枪 当然 仔细看上去 它更像是一缕金色的火焰 它在半空中缓缓游荡着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恐怖气息 却始终逃不出光照的封锁 看到这一幕 即天行和云摇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讶和疑惑 这里果然有人来过 还在此布置了一座大阵 这座用巨石布置的大阵 看似非常简陋 实则暗含天道治理 高深莫测到极点 哪怕以我的阵法造诣 也看不出任何一点线索和痕迹 这简直就是巧夺天宫 天地造化形成的大阵 最神秘的还是那道金光 如箭如枪 似乎蕴含着无比强大的特殊力量 我敢肯定 那种力量的层次 超过了恋魂境 两人暗中传音议论着 说到这里时 都深有同感的点点头 下一杀 即天行脑海中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他双眼中闪过一抹震撼 语气凝重的道 摇摇 那道神秘的金色火焰 绝不是天地灵气和法力 很可能是神力 虽然惊艳的力量内敛了 还被一座大阵封印着 但他的气息依然恐怖 那一缕惊艳的威力 绝不是恋魂强者能承受的 他的气息有点像原神境强者 云瑶当即双眸一亮 语气充满期待的道 难道藏在这里的神物 就是那缕神秘惊艳 若是我们破解大阵 恋化那缕惊艳 岂不是法力暴涨 战斗力猛增 当然 即天行点点头 语气肃然的道 不过 这座巧夺天宫 中天地造化的大阵 确实非常棘手 我需要一点时间 去查阅一些资料 才有可能将其破解 他想到了建神墓里的神秘墓碑 那座藏于墓碑中的天书阁 天书阁里收藏了 无数神功秘法与杂学秘籍 其中包括天下各种阵法之道 他有种预感 面前这座反扑归真 仿佛先天形成的巨石大阵 即可能是神级阵法 唯有在天书阁中查找资料 才有一丝希望将其破解 然而 他的话音当落 一道阴森低沉的冷笑声 忽然在空旷的夜空中响起 结结结结 真是让人意外啊 几十年了 竟然有人能破解老夫的幻星石绝阵 闯入到这里 这道突如其来的冷笑声 打破了夜空的宁静 其中蕴含着阴侧侧的邪气 还有一丝冰冷的沙姬 令人不寒耳栗 即天形和云摇顿时面色一变 立刻扭头望向身后 眼神警惕地四下搜寻 然而 四周的夜空和荒帝都空荡荡的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那道苍老阴森的冷笑 就像是凭空发出的 没有根源 有人潜伏在这里 应该就是那个布置大阵的 练魂强者 小心了 我们破解的那座大阵 叫做换星石绝阵 这名字我似乎在哪里听过 即天形和云摇传音交流了一句 都手握着宝剑 满枪戒备地打量四周 对方来意不善 话语中蕴藏杀鸡 绝不是良善之辈 两人都默默积蓄法力 随时准备发动雷霆一击 抵挡对方的偷袭 第1204章神秘老者 荒地和夜空都静悄悄的 空气中充斥着灼热的气息 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杀气 既天形和云摇背对着背 都释放神魂力量 探查那说话之人的踪迹 就在两人满腔警惕 叙事待发之际 那道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呵呵 两个无知的小背 竟然妄想燃止老夫的宝物 真是不知死活 无论如何 你们两人敢闯入这里 就必死无疑 随着话音落下 离两人十里远的一座乱石堆中 陡然蹦射出两道耀眼剑芒 朝两人刺杀而来 咻咻 两道赤白的剑芒 都长达百米 蕴含着磅薄的神魂力量 威力强悍无双 赤白剑芒瞬间划破夜空 犹如闪电撕裂夜幕 跨过了十里空间 杀到季天行和云瑶面前 围急关头 早有防备的两人 下意识地凝结法力护盾 全力以赴的抵挡 一道赤白剑芒轰中了季天行 却被他的法力护盾挡下了 他被剑芒轰飞时丈远 笼罩身躯的法力护盾 和赤白剑芒同时破碎 化作无数白光碎片 朝四周蹦践开来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云瑶也被赤白剑芒轰飞了 他的法力护盾被轰碎了 视白剑芒却完好无损 狠狠刺中了他的身躯 他倒飞出百米远 狠狠撞在暗红色的光照上 又被反弹地跌落在地上 滚了几圈才停下来 当他从地上爬起来 重新飞回到天空中 已经是面色煞白 嘴角溢出了鲜血 显然 那神灭老者的实力 比他强大了太多 他根本抵挡不住 季天行看到云瑶受伤 顿时心中担忧 传音问道 瑶瑶 伤势如何 云瑶轻轻摇头 传音道 不碍事 别担心 专心对付那家伙 这时 一道受血其长的黑色身影 从十里外的乱石堆里飞出来 站在了夜空中 那道身影似乎很诧异 紧盯着季天行和云瑶 语气错愕的道 疑 两个小东西 竟能挡住老夫妻成功力的一件 不简单啊 你们竟然都跨入恋魂境了 放眼整座天旋大陆 像你们这么年轻的恋魂境强者 实在是凤毛麟角 百年不遇啊 季天行和云瑶 听到老者的声音 仔细打亮那道黑影 才看清他的模样 那是个身高六尺有余 身穿黑袍的老者 他面容瘦血干枯 眼眶深深欧陷 双眼却深邃而伶俐 下巴上有一撮灰白的山羊糊 满头花白的长发 散乱的披在脑后 显得极为随性 季天行盯着老者打亮极眼 隐约觉得老者的长相和五官 有种似曾相视之感 想到这里 他顿时满腔疑惑 暗暗想到 奇怪 这老东西之前说过 几十年了都无人能破解患心石绝阵 这就证明了 老东西是几十年前来到这里的 很可能一直没离开过 既然如此 我怎么可能见过他 觉得他的长相有些熟悉 这时 云瑶似乎猜到了什么 面无表情 语气肃然地对那老者说道 阁下对大陆的情况如此了解 又有练魂尽实力 想必也是名声响亮的一方豪强 可敢报上名来 那黑袍老者撇了撇嘴 不懈地冷笑一声 哼 你这小丫头真是可笑 老夫早在百年前就扬名大陆 名震天下了 不过 你们俩马上就要死了 又何必知道老夫的身份 云瑶早就猜到他会如此说 毫不犹豫地接话道 我们与阁下无冤无仇 阁下去见面就要杀人 如此凶残是杀 与魔族有何区别 我是云林宫的少公主 既然你是名震大陆的强者 就该知道云林宫的势力 绝非等闲之辈能招惹的 那黑袍老者果然争了一下 深邃双眼中闪过一抹意外之色 不过 他也仅仅只是错愕了一下 立刻就回过神来 与其玩味地冷笑道 云林宫的少公主 云中其的女儿 没想到 云林宫竟然有如此福气 出了一位如此年轻的恋魂强者 听到黑袍老者这番话 既天行和云瑶对视一眼 都也含深意 天行 这个老头竟然认识我爹 他肯定是人族顶尖的强者和权贵 瑶瑶 在想办法套他的话 我们不但要知道他的身份 还要弄清楚那座巨石大阵 和神秘经验的来历 云瑶默默地点了点头 正要继续说话 黑袍老者的目光 落在了既天行身上 语气玩味地道 能跟云家少公主出商入队的青年俊杰 必定绅士不俗 你小子如此年轻 却达到了恋魂境 想必也不是无名之辈 说吧 你小子是谁 若是你的回答让老夫满意 或许老夫会饶你一命 饶我一命 既天行挑了挑眉头 语气轻蔑地冷笑道 就凭你这老头 还不配 我是帝王府的第一弟子 人族第一天才 帝王府第一天才 黑袍老者顿时一睁 狠狠皱起了眉头 但是下一刻 他仰头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真是可笑 实在太荒唐了 老夫才短短几十年不问世事 世间竟然冒出如此畅狂无知的小辈 竟敢自称是第一弟子 第一天才 既天行欲发确定心中的猜想 眼神完卫地盯着黑袍老者 冷笑道 老家伙大陆上日新月异 五道世界更是风云变幻 你已有几十年不曾踏足大陆 当然见识短浅 无知可笑 一边说着 他指着身后的巨石大阵 冷笑着问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片区域本是那头黑暗火龟的地盘 而你在几十年前闯入此地 把那头黑暗火龟赶了出去 布置一道封印大阵 把通道给封死了 这几十年来 那头黑暗火龟只能带在外面的深渊里 而你一直藏在这里 或是在此闭关修炼 亦或是为了研究这座巨石大阵 黑袍老者听了这番话 顿时又皱起眉头 眼神凌厉地盯着他 冷喝道 小子 你到底是谁 老夫问你 你可是兴隆 既天行看到他的反应 便知道自己猜中了 第1205章怎么会在你手上 黑袍老者的话 让云瑶面色为变 连忙传音询问既天行 天行 这老头问你是否姓龙 难道他以为你是地庭的皇子 嗯 既天行应了一声 语气玩味的道 这老头见我年纪轻轻 便有练魂尽实力 还能分析出真相 便猜测我是地庭皇子 云瑶连忙问道 那你不妨谎称自己是地庭皇子 看看他是如何反应 若他因此而忌惮 便说明他的权是要受地庭约束 我们便有可能分析出他的身份 既天行唯唯点头 语气凝重地问道 瑶瑶 你还没想起来 幻星石绝阵究竟是哪家势力的绝学阵法吗 云瑶轻轻摇了摇头 道 我隐约有些印象 曾经在哪里听说过 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 这时 黑袍老者怒喝一声 打断了他俩的谈话 混账小子 老夫问你 你是不是姓龙 既天行瞥了他一眼 冷笑着道 是又如何 黑袍老者当即变了脸色 表情十分阴沉 低声呢喃道 不 这不可能 地庭怎么可能与云林宫走得如此近 帝君的权术是制衡 一心想保持三大事家的平衡 绝不可能扶持云林宫 一边嘀咕着 他的表情不断变幻 又与其复杂的叹息道 果然不出老夫所料 这小子真是地庭的人 难怪他如此天才 既天行见黑袍老者一直在嘀咕 便与其威严地喝道 老头 既然你已经猜到了本君的身份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过来行礼 普天之下的人族 皆是我弟庭的臣民 任凭你有何等身份来历 都要匍匐于本君的脚下 他浑身勃发出强大威严的气息 生如红中帝喝道 本君只给你一次机会 立刻跪下向本君行礼赔罪 本君可以饶你一命 他虽是冒充天子龙云霄 却比龙云霄更有威严气势 黑袍老者的脸色阴沉如冰 眼神变换了许久 才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缓缓抬头望向几天行 咧嘴冷笑了一声 杀气腾腾的道 小子 就算你是地庭皇子又如何 若是在中州 老夫或许要忌惮你三分 对你恭敬行礼 但是 你不该闯到这里来送死 更不该破坏老夫数十年的心血计划 老夫现在就杀了你们俩 管你是云林宫的人 还是地庭皇子 都得死在这里 黑袍老者的情绪十分激动 语气低沉而阴森 双眼也变得邪义 他状若疯狂地冷笑道 呵呵呵呵 这里只有我们三人 老夫杀了你们 也绝对没人知道 别怪老夫心狠手辣 只怪你们太倒霉 受死吧 话音落实 黑袍老者便抬起双手 大袖翻飞地挥舞手掌 打出铺天盖地的赤白剑光 他已动了杀鸡 决定要杀人灭口 便毫无保留地使出了权力 万剑顺玉镇 黑袍老者怒喝一声 释放出上万道三丈长的赤白剑芒 将方圆三十里的夜空都笼罩了 这片区域被白光映照的雪亮 空气也被挤压一空 变成了真空地带 伪道剑芒都灵力无匹 风锐无双 能撕裂天地与神魂 上万道剑芒同时震杀下来 犹如一座毁天灭地的剑阵 将继天行和云摇淹没了 不仅如此 黑袍老者为了一击必杀 还祭出了七颗神魂法眼 七星灭魂杀 刷刷刷 他操纵那七颗硕大如宫殿的神魂法眼 爆发出毁灭一切的威势 朝继天行和云摇轰去 顿时 两人身处在黑袍老者的绝杀之中 岌岌可为 请客兼便要丧命 围急关头 两人都不顾一切的爆发权力 展开了反击 星河匹炼 云摇娇诈一声 以棒驳法力凝聚护盾保护自身 并挥剑斩出一道千米掌的星光匹炼 斩向漫天剑芒 拔剑 祭天行悍然拔出断剑 倾尽全力的一剑斩向黑袍老者 千米掌的白光巨剑 轰然斩碎了漫天剑芒 杀到黑袍老者的面前 黑袍老者感受到这一剑的恐怖威力 已对他造成了生命威胁 顿时面色巨变 发出一声惊呼 该死 小畜生竟有如此实力 他连忙挥掌拍出几道巨大如山的掌影 抵挡巨剑的斩杀 砰砰砰 几道掌影与巨剑轰然碰撞 爆出一连串的闷响 掌影和巨剑同时崩溃 都碎裂成漫天碎渣 朝四周蹦剑开来 与此同时 黑袍老者的七颗神魂法眼 狠狠轰中了季天行和云瑶 通隆隆 惊天动地的巨响声中 两人都被轰得倒飞出去 翻滚着砸向十里之外 季天行在即将落地时 化解了恐怖的冲击力 终于站稳了脚步 他面色苍白地站在天空中 嘴角溢出了血迹 剧烈地喘息着 而云瑶被轰飞出十里远 碰然跌落在大地上 将一堆巨石砸得粉碎 溅起漫天碎石 他法际散乱地躺在地上 满头绣法遮住了面孔 白裙上 胸前的衣巾上 都沾染了暗红的鲜血 当他挣扎着站起来时 又忍不住张口吐出一股血溅 毫无疑问 他被黑袍老者一招打成了重伤 战斗力急剧酸弱 他毕竟只有练魂镜一中的实力 而黑袍老者的实力达到了练魂镜七重 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哪怕他是绝世娇女 也不可能挡得住 黑袍老者时成功力的攻击 既天行看到云瑶脚步亮枪的模样 便知道他身受重伤 唰 他身影一闪 变化作一道金色流光 冲到云瑶的身边 将他搀扶着 瑶瑶 你怎么样了 伤势还撑得住吗 云瑶轻轻摇了摇头 一边运弓镇压伤势 一边安慰他道 天行 也管我 我没事的 我能撑住 既天行满腔交集和担忧 连忙祭出青光宝树 催动磅薄的青色光芒 注入云瑶体内 帮他快速疗伤 远处的夜空中 黑袍老者满腔得意地冷笑着 正要乘胜追击 一举斩杀既天行和云瑶 他陡然看到既天行手中的青光宝树 顿时面色聚变 愣在了原地 那是 青光宝树 怎么会在你的手上 他双眼死死盯着青光宝树 发出一声不可思议的惊呼 第1206章不过如此 既天行正忙着为云瑶治疗伤势 借助青光宝树的力量 施展目黄散的绝技秘法 陡然听到黑袍老者的惊呼声 他也身躯一阵 双眼中闪过一缕晶亮的寒光 他赫然扭头望向黑袍老者 与其冰冷的道 李竞认的青光宝树 李到底是谁 黑袍老者的脸色阴沉如冰 声色俱厉地贺问道 小子 李是如何得到这颗青光宝树的 说既天行隐约猜到了他的身份来历 便故意试探他 面色肃然地贺道 这件法宝本就是我的 与你有何关系 黑袍老者顿时气得要吐血 愤怒咆哮道 放屁 自从千年之前 青光宝树就是我们端木家的传家之宝 何时成了你这嘴子的 李这该死的混蛋 李到底用了什么卑鄙伎俩 把青光宝树据为己有了 听到他这番话 既天行露出一丝细虐的冷笑 呵呵呵 你这个老家伙 终于承认自己的身份了 李是端木家的人 让我来猜猜 以你的年龄和实力境界 且几十年不问世事 你是端木家的太上长老 端木鹏 黑袍老者当即面色巨变 双眼中涌出极度阴冷的寒光 浑身迸发出滔天的杀鸡 既然被认出了身份 他便不再隐藏 也无所顾忌了 没错 老夫正是端木鹏 你这贼子既然猜到了老夫的身份 就该知道 你们俩今日都必死无疑 现在老夫给你一个选择 只要你告诉老夫 你是如何得到清光宝树的 老夫可以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一边说着 端木鹏浑身涌出无形的神魂力量 朝四面八方散开 他的七颗神魂法眼 也分散到四面八方 凝结出一道方圆五十里的光幕 这片区域都被赤白光幕封锁了 变成了他所掌控的领域 他面无表情的立于半空中 眼神冰冷的凝视着季天行 浑身衣内飞舞 气势凶悍无比 季天行把受伤的云瑶收进箭中世界 并将清光宝树交给他 让他在安土城内疗伤 他手握着断箭 独自面对端木鹏 气势节节攀升着 呵呵呵 端木鹏 你真想知道答案 他嘴角勾起一抹戏虐的冷笑 语气十分玩味 端木鹏欲感到不妙 目自欲劣地瞪着他 咬牙切齿地贺问道 快说 你这该死的小杂碎 到底对端木鹏做了什么 季天行缓缓抬起左手 对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冷笑道 端木世家包藏祸心 意图谋反 已经被地亭满门抄战了 放屁 端木鹏顿时期的面孔扭曲 气血逆流 声嘶力竭地狂好了一生 这绝不可能 我们端木鹏对地亭忠心耿耿 绝不可能谋反 地亭也绝不可能对端木家下手 你这个小畜生 你绝不是地亭的人 季天行见他暴怒欲狂 猜到端木家是他的死血 便欲发得意地刺激他 哈哈哈哈 端木鹏你这个老皮肤 你像条死狗一样藏在这里几十年 根本就不知道大陆上的风云变幻 如今的天旋大陆 已经不再是你所知道的那个世界了 端木晃死的时候 蹊跷喷血 肉身炸裂 死状极其七彩 直到今日 我依然记得他当时痛苦到扭曲 愤怒到疯狂的模样 他的惨叫与咆哮声 依然在我的耳边萦绕 还有端木家的子孙 什么端木御龙 端木飞鱼 全都死在了我的剑下 季天行说的活灵活现 端木鹏听到这番话 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相应的画面 他被刺激地彻底发狂了 歇斯底里的咆哮着 不顾一切的爆发力量 朝季天行扑杀过来 小畜生 我要杀了你 把你碎尸万段 促骨扬灰 一边怒吼着 端木鹏释放棒驳浩荡的法力 凝结成十几到百米长的赤白剑芒 狠狠杀向季天行 刷刷刷 那十几到耀眼夺目的剑光 从四面八方笼罩了季天行的身影 让他根本无处可躲 围急关头 他却丝毫不慌乱 连忙展开金色双翼 将自身保护起来 金鹏合意 十几到毁天灭地的赤白剑芒 狠狠轰中了季天行 爆出一阵沉闷的巨响声 砰砰砰 季天行的身影被赤白光滑淹没了 甚至被轰得倒飞出百步远 才勉强停下脚步 但是 金色双翼挡住了剑芒的威力 他竟然毫发无伤 端木鹏见他安然无恙 顿时争了一下 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与此同时 季天行刷地收起金鹏双翼 右手挥舞断剑 爆发时成功力斩出一剑 拔剑 断剑一挥 斩出一道百米长的赤白剑光 从下而上的斜斩向端木鹏 这一剑的速度 快得好似极光 又似雷霆撕裂夜幕 端木鹏察觉到不妙 对这一剑的威力感到忌惮 想要躲避 却也来不及了 砰 温响声中 无间不摧的赤白剑芒狠狠 劈中了端木鹏 当场将他斩的倒飞出去 即便他有练魂镜七重的实力 也没能挡住这一剑 他足足倒飞了千米远 才终于稳住脚步 停了下来 剑光消散了 但他胸口上留下了一道狭长的血痕 不断往外冒出鲜血 呵呵呵 练魂镜七重的强者 也不过如此 季天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与其戏虐的冷笑一声 端木鹏欲发暴怒 疯狂挥舞双掌 咆哮着打出铺天盖地的巨刃光影 朝季天行轰杀而去 轰轰轰 震耳欲聋的闷响声中 漫天巨刃核刀光剑芒 将季天行的身影淹没了 他也被轰得倒飞出去 狠狠撞在神魂领域的边缘 好在他的肉身与神魂足够强大 只是受了点轻伤 并不影响战斗 他一边运弓镇压伤势 一边打开剑中世界 换出了金山王 金山王得知他遭遇强敌 正在激烈厮杀 早就激起了满枪战役 迫不及待要参战 当剑中世界打开那一杀 金山王唬吼一声就跳了出来 双手抡起按金战锤 拼尽全力的一锤砸向端木鹏 灭天锤 第1207张一剑绝杀 端木鹏正释放几道金天剑芒 全力追及济天行 他怎么也没想到 金山王会突然跳出来 并在这个时候使出权力一击 砰 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 巨大如山的金色战锤失影 轰然砸中了端木鹏释放的剑芒 那几道撕裂天空长达百米的巨大剑芒 竟被当场砸得粉碎朝四周蹦剑开来 端木鹏的秘法杀招竟被金山王误打误撞得击溃了 毕竟那几道剑芒的威力侧重于刺杀 正面迎击的话几乎无人能挡 但是几道剑芒的侧面却防御不弱 见此情景端木鹏愣了一下 玄机目露寒光地瞪着金山王浑身迸发出滔天杀鸡 哪里来的小矮子竟敢阻拦老夫 咒死端木鹏愤怒地咒骂一声 立刻施展秘法 会长拍出三道遮天蔽日的掌影 朝金山王轰杀而去 金山王拼命挥舞战锤 打出漫天金光 想要抵挡端木鹏的攻击 只可惜 他的实力比端木鹏弱了许多 根本无法挡住 只听到砰砰砰的一阵闷响 金山王也被无财掌影击中 从空中跌落在地 被拍进了废墟中 端木鹏还想继续攻击 趁机斩杀金山王 这时 既天行已经扑了上来 悍然挥舞断剑 全力刺出一剑 刺剑 修 一点耀眼夺目的寒光 在幽暗的天空中一闪即逝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那一点寒光出现在端木鹏的胸前 骚然绽放出最耀眼的光彩 端木鹏对既天行已经足够谨慎了 却还是没有料到 既天行的剑法竟神妙到如此境界 当那一点寒芒绽放时 他察觉到不妙 却也来不及了 哼 震耳欲聋的巨响声爆出 刺眼的寒光绽放开来 瞬间淹没了端木鹏 即便他以棒薄法力凝聚了护盾 即便他有一剑魂疾软甲保护肉身 可这都是无用的 毁天灭地的威力 瞬间撕裂了他的法力护盾和护甲 绞碎了他的一条胳膊 他满身鲜血地倒飞出去 潮石里之外的天空坠落 趁此机会 既天行全力以赴地追上去 双手握着断剑 狠狠劈出了一剑 一剑开天 这是精细神合一之剑 也是威力最恐怖的一剑 轰 端木鹏还来不及躲避 当场就被千米掌的巨大剑光坯中 从天空中叠落下来 狠狠砸在布满碎石的土地上 本就成了废墟的土地 历史被砸出个巨大坑洞 蹦践出漫天尘土与碎石 震耳欲聋的剧响声 在天空中回荡不息 方圆几十里的大地 也被震得疯狂战斗 离开无数道篝祸 既天行使出了最强悍的三招剑法 连续不断地强攻 终于将端木鹏打成重伤 浑身遇血 他的伤势雪上加霜 劈头散发的模样十分狼狈 疯狂地咆哮怒吼起来 混蛋 理这该死的畜生 老夫要杀了你 把你撕成碎片 狂怒和杀气 竟然让他失去了理智 他不顾自身的伤势 奋不顾身的扑向既天行 又操纵神魂领域的力量 释放出千万道神魂白光 如剑语般残射既天行 既天行和金山王 联手抵挡端木鹏 并刺激发起反攻 与端木鹏厮杀起来 三人在端木鹏的神魂领域中 倾尽全力地厮杀着 不断施展各种秘法绝技 腾灌天空的巨大光刃 这天蔽日的剑语和刀枪剑影 还有各种似妖魔神兽的绚烂虚影 在天空中不断闪现 震耳欲聋的巨响声 连续不断地爆发出来 犹如生生闷雷暴响 三人厮杀大战产生的渔波 也像是五颜六色的飓风 疯狂冲击着大地 还有地面上的无数巨石 很快 一刻钟时间过去了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 三人先后交手了上千招 金山王早已被打成重伤 浑身不满伤口与鲜血 气息虚弱地钻回见中世界 立观疗伤去了 只剩夏季天行与端木鹏两人 还在不死不休地对拼厮杀 两人都受了不清的伤 浑身都沾染了暗红的血迹 看起来十分狼狈 不过 端木鹏的伤势明显更重 不但断了一条胳膊 还被斩断了一条腿 他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上百道伤口 大多都身可见骨 不断涌出鲜血 他身穿的护甲与黑袍 也早都被绞碎成了破布条 就连他的两件魂级法宝 一口法剑和一尊法印 都被济天行的断剑斩碎了 相比之下 济天行的伤势要轻得多 身上只有十几道伤口 前胸后背都沾染了血迹 他满头长发散乱 却依旧冷静沉着 还保留了六成左右的战斗力 事到如今 双方厮杀到现在 结果已经出剑端倪了 断木鹏失了锐戏 再也不像之前那么强大和狂暴 力量越来越衰弱了 当他再次操纵神魂领域 凝聚上万道神魂剑光 从天而降的轰杀祭天行时 祭天行终于抓住了机会 就是现在 他无视了扑天盖地的神魂剑光 双眼紧盯着端木棚 悍然施展了最强绝招 审判之剑 他低喝一声 竟然祭出了神魂之剑 将金色剑魂化作百米长的剧剑 不顾一切地轰向端木棚 巨剑闪烁着刺眼金光 散发着棒驳浩荡荡的神魂力量 爆发出毁灭一切的威力 修 四分之一刹那间 金光巨剑就冲破十里天空 狠狠轰中了端木棚 轰 震耳欲聋的剧响声中 端木棚当场被审判之剑轰中 身影被璀璨金光淹没了 大神圣夺目的金光 直接摧毁了他的法力护盾和防御 将他轰得肉身粉碎 变成漫天碎渣朝四周蹦剑开来 众多血肉碎块 在金光的威力之下 犹如冰雪般消融 还未落地就全部消失了 祭天行这招绝学秘法 直接摧毁了端木棚的肉身 彻底击败了他 刷一道耀眼的赤白光芒 从尸体碎块中飞出来 仓皇失措地朝远处逃跑 那正是端木棚的神魂 尽管他无法相信 练魂镜三重的祭天行 竟能击败他 摧毁他的肉身 可是已至此 他来不及为此震撼 只想尽快逃离此地 保住性命 第1208章再入天书阁 刷短短一个呼吸的时间 端木棚的神魂白光 就逃出了近十里远 眼看着 他已逃到神魂领域的边缘 立刻就要脱离危险了 只要他能逃出神魂领域 祭天行就肯定追不上他 毕竟 西克神魂法眼形成的领域 会给祭天行带来不小的麻烦 能阻拦他很长时间 但是 端木棚侵视了祭天行的实力 就在他的神魂即将穿过神魂领域时 祭天行已经杀到 睁开了额头的第三只眼 雷霆 金色的法眼中 湛蓝色的毛子释放出无穷无尽的雷霆力量 凝聚成了一道雷霆光柱 轰隆 长达十几丈的雷霆光柱 轰然劈中了端木棚的神魂 爆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端木棚的神魂力量固然强大 可及天行积蓄了两个月的雷霆力量 也强大的毁天灭地 赤白的神魂光团 被雷霆光柱劈出几道力纹 狠狠砸在大地上 本就一片狼藉的地面 再次被轰出一道巨大深坑 蹦践出漫天尘土和碎石 神魂遭到重创 端木棚陷入了短暂的眩晕中 他的神志一片魂恶 分不清东南西北 更难以行动 与此同时 既天行飞到大坑的上空 居高临下地劈出一剑 全力斩向端木棚 砰 赤白的神魂见光 轰然劈中端木棚的神魂 爆出一声沉闷巨响 这一次 端木棚再无侥幸 神魂当场被踢成几块碎片 彻底死亡泯灭了 堂堂端木世家的太上长老 炼魂境七重的超凡强者 竟被济天行斩杀了 他只有炼魂境三重的实力 却以身受重伤为代价 即杀了超过他四重境界的强者 这简直就是奇迹 此事若是传扬出去 恐怕谁都无法相信 偏偏济天行做到了 方圆数十里的废墟与夜空 逐渐恢复了安静 这天蔽日的灰尘与碎石 回荡于夜空中的巨响声 都渐渐消灭了 四周都安静下来 又恢复了黑暗 既天行降落在地上 收起断剑 拾起了端木棚的神魂碎片 他把这些神魂碎片都塞进断剑里 让藏天吞噬了恢复元气 然后 他才运功镇压伤势 止住流血的伤口 处理好伤势以后 他又服下两颗魂集丹药 盘膝端坐在地上 运功治疗伤势 虽然他的伤势很重 看起来伤势凄惨 但以他的强大自愈能力 只用了一天时间 伤势便恢复了大半 他身上的十几道伤口都复原了 只留下一些浅浅的疤痕 最多半个月后就会消失 行动已无大碍 他便结束疗伤 迈步朝西北角落走去 那座天然形成的巨石大阵 依旧完好无损地存在着 即便经历了一场大战 既天行和端木棚的战斗鱼坡 把方圆几十里的荒帝都 轰成了废墟 但那座巨石大阵 没有受到钉点影响和破坏 大阵之内 那道悬浮在半空中的暗金色火焰 依然在缓慢地游动着 既天行站在巨石大阵外 紧盯着那道火焰 双眼中露出一抹期待之色 端木棚在这里待了几十年 应该就是为了那道经验 能让他耗费几十年心血 不断研究和探索 必定是原神级以上的宝物 他紧盯着神秘经验 自言自语地宁难道 这里没有神器法宝 也没有神兽和沧海神珠 之前那照耀天穷的万里霞光 应该就是这道经验引起的 无论如何 无也要得到他 想得到神秘经验 就必须破解巨石大阵 他开启了素心法眼 尝试着观察大阵 寻找阵法脉络 探索阵法的构造 然而 他研究了两个时辰 只能无奈地放弃了 这座巨石大阵看似简陋 却是夺天地造化 由天地孕育而成 整座大阵浑然一体 没有丝毫规则和脉络可循 更看不出是什么构造 简单点说 凭他现在的正法造诣 根本就看不懂这座正法 更别提破解了 他心有不甘 又试着打出一团五彩的棒薄法力 狠狠轰在暗红色的光照上 哼 沉闷的巨响声爆出 暗红光照却纹丝不动 显得极其坚韧 防御力强大的可怕 光照上燃起了滔天烈火 迸发出强悍的反阵力 既天行早有防备 却还是被恐怖的反阵力量 阵飞出千米远 差点栽倒在地上 他被大阵反阵的面色苍白 内服一阵刺痛 本就没恢复的伤势又加重几分 可恶 这座巨石大阵的力量 强大的超出我想象 看来 我想要了解和破解他 只能寄希望于天书阁了 想到这里 他便盘膝坐在地上 神魂钻进剑神木中 刷 光滑一闪 他的神魂金剑出现在剑神木中 凝聚成一道金色人影 正是他的模样 他飞过苍凉的荒原 来到18座黑色墓碑附近 落在了右边第一座墓碑面前 黑暗冰冷的墓碑 隐约透露出一丝神秘金光 散发着强大的吞噬力量 他伸出双手触碰到黑色墓碑 强大的吞噬力量 立刻笼罩了他的全身 刷 他只觉得眼前一花 就被黑色墓碑吞噬了 进入到另一片空间中 这片空间他并不陌生 正是天书阁 脚下和四面八方都是白茫茫的云雾 无边无际 在他面前的云海中 有一条丈于宽的白玉石桥 长达百米 连接着云海深处 他迈步跨过白玉石桥 很快就抵达了云海深处 来到高达百丈的宝塔下 暗金色的宝塔 一如既往的神圣巍峨 散发着古老沧桑的气息 他迈步跨过九十九层台阶 抵达了大门前 伸出双手按在了大门上 大门上的金龙与火凤图案亮起金光 迅疾消失不见了 随着压压压的闷响声响起 十丈高的厚重大门缓缓朝两侧打开了 既天行之前已见识过天书格的神秘和磅驳大气 此时就仅重现 也不会太惊讶了 他迈步跨过大门 进入到大殿中 开始在众多书架中穿梭 搜寻着关于阵法的书籍 一层大殿里的书籍 数量多达十万册 种类繁多 几乎包含了世间种种奥秘 仅仅关于阵法的古书 就多达数千册 既天行预感到 想要找到破解巨石大阵的方法 恐怕要耗费很长时间 第1209章天行地火眼风阵 天书格里 关于阵法的古书 多达四千多册 既天行排除了原神级以下的阵法书籍 还剩下整整四千册 然后 他又耗费了整整一天时间 才从里面挑出了三百多册书籍 这些书籍都是关于天地阵法的 对他最为有用 他坐在大殿角落的石凳上 将三百多册书籍摆放在地上 运功施展神魂力量 一本一本地阅读 虽说 他用神魂力量看书 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但这些古书的年代久远 其中记载的内容晦涩难懂 非常高深莫测 他看完一整本书 至少要一个时辰 还只能大概理解其中的意思 无法理解透彻 时间悄然流逝 一天很快过去了 他连续翻看了十几本古籍 逐渐了解到一些天地阵法的奥秘 在这世间 一切事物都是由五行风雷和各种力量衍生而来的 换而言之 一颗荒芜没有生命的冰冷星辰上 若是有了五行风雷等力量 便有可能淡出生命 演变出花草树木和飞鸟走兽 因此 五行风雷等力量是生命的起源 也是形成世界的根本 人 妖 魔等智慧种族 在神灵的教化和指点下 学会了利用天地间的五行风雷力量 修炼提升实力 布置出各种阵法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许多奇妙的天地大阵 是五行风雷力量自然形成的 这种神妙的大阵 形成过程非常缓慢 但是能延续无比久远的岁月 仿佛力量永不枯竭 而且 这种大阵还会随着地形格局和天气等因素的变化 产生各种变化 较为低级 弱小的天地大阵 被人们称之为风水格局 这种孱弱的阵法 能够产生无形的力量 起到微弱的作用和效果 像继天行面前这座巨石大阵 则是更高级更强大的天地阵法 这座阵法是由深渊中的地火精气和精 土等力量形成的 与深渊的地形有莫大关系 旧天行估算了一下 巨石大阵起码历经了数千年岁月才形成 迄今为止 这座大阵至少存在了过万年时间 支撑大阵的力量 是方圆数千里的大地 深渊和地虎岩浆等力量 只要这数千里的地形不改变 巨石大阵就会永远延续下去 力量不会枯竭 同样的 想要破解巨石大阵 就必须从改变地形着手 截断地火精气力量 逐渐破解大阵 明白了这一点 既天行总算有了眉目 又继续翻看古书 一天 两天 三天 五天时间很快过去了 当他看到第86本古籍时 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和阅历 终于领悟到了破阵之法 古籍上明确记载着 这种巨石大阵被称之为天心地火眼风阵 乃是天地间的九十九旗阵之一 大阵形成的万年之内 只堪比元神级阵法 若是大阵的寿命达到两万年 便堪比元神级上品阵法 超过三万年的天心地火眼风阵 则超越了元神级 达到更神秘恐怖的天结级 那种层次的大阵 犹如天结雷霆之力 凶险恐怖到极点 既天形和上古书 面色凝重地私存到 若是以古书上的评定标准 这座巨石大阵的寿命超过了三万年 岂不是达到天结级了 可巨石大阵的力量 显然只有元神级 跟传说中的天结级力量 相差了太远 难道说 大阵力量的强弱 不仅跟年代长短有关 还跟地势范围有关 他看了上百本书籍 现在对天地阵法十分了解 当然能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 不管了 时间已经拖得够久了 我先尝试一下再说 打定了主意之后 他连忙离开天书阁 回到漆黑的深渊中 方圆数十里的废墟 一如既往的漆黑静密 整整五天过去了 废墟上没有任何变化 也没人闯入到这里 西北角落里 巨石大阵依旧稳如巨山 力量磅驳浩荡 寄天行手握着断剑 神魂力量探入其中 呼唤云瑶和金山王等人 刷 剑中世界的入口打开了 云瑶率先飞出来 落在他的面前 紧接着 一道金光闪过 金山王也扛着暗金战锤 飞了出来 之前两人与端木鹏厮杀时 都被打成了重伤 经过五天的闭关疗伤 两人的伤势都已恢复大半 战无大碍了 云瑶见到纪天行 便关切地问道 天行 端木鹏已经被你杀了 还是逃跑了 纪天行微微一笑 道 我怎么可能让他逃跑 若是他逃离此地 并会返回中州 届时他知道了端木加贝涅的真相 并要疯狂报复我们 像他这样的练魂境七重强者 若是躲在暗中刺激报复 威胁实在太大了 所以 我拼着受伤也要不惜代价地杀掉他 永绝后患 云瑶点点头道 正是如此 还好他已被你杀了 金山王看了看四周 问道 纪公子 既然你已经杀了那的老头 为何还留在此地 难道 你想破解那座大阵 得到里面的宝物 纪天行微微汗手 面色正重地道 没错 这座巨石大阵里封印着一缕经验 似乎是上古遗留的神力 可能与众神大战有关 我查阅了很多书籍 研究了好几天 终于找到了破解大阵的方法 但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金山王露出满脸惊讶之色 连连点头道 纪公子 你有什么吩咐 尽管直说 本王一定全力相助 纪天行微跟他客套 直接了当地说道 想要破解这座大阵 第一步就是改变深渊的地形格局 金山王 这是你们土灵族的强项 你立刻召集八百名勇士 按照我制定的路线和方法 将方圆千里的大地改换格局 出吧 他拿出一张宽大的宣纸 交给金山王 这是一张地形图 上面刻画了上千道红线 有的弯弯曲曲 有的纵横交错 犹如鱼网一般 金山王接过地形图 仔细查看几眼之后 便拍拍胸脯道 记公子放心吧 这件事就交给我们了 保证在三天之内完成 随后 他便去召集土灵族的勇士 开始在深渊四周挖掘通道 改变地形格局 记天行和云摇两人 则联手施展阵法 逐步切断巨石大阵的力量来源 第1211章千里法阵 金山王带领着800名土领族勇士 在方圆千里的大地中 不断开挖通道 这片区域的地势不断改变 地火精气和精土之力 也被重重截断 记天行和云摇两人 在方圆数十里的废墟上 围绕着巨石大阵不断施法 布置各种魂集阵法 他要以阵破阵 逐步削弱巨石大阵的力量 再剥茧抽丝地破解大阵 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 有条不问地进行着 连续两天时间 深渊中一直都风平浪静 并未出现什么波折 直到第三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头天元静的妖王 闯入了深渊中 那两头妖王都受了不轻的伤 浑身浴血 伤痕累累地逃进深渊里 一副愤怒又惊恐的模样 他们遭遇了土灵族的勇士 便不顾一切地发起进攻 施展强大的攻击 将地底轰出许多大坑和篝祸 记天行及时出手 干脆利落地秒杀了两头妖王 他猜测到 可能有人找到坠神崖了 与坠神崖四周的妖王们发生了厮杀 那两头妖王身受重伤 无处可躲之下 便逃进了深渊中 见此情景 云瑶连忙提醒道 天行 以前端木棚布置了封印大阵 把那条深渊通道封锁着 没有谁能闯入这里 现在那座封印大阵被我们破解了 恐怕还会有更多的妖兽和舞者们 会来到这里 记天行点点头 兵主道 瑶瑶 你在这里坐镇 我去通道里布置封印大阵 出霸 他离开漆黑的荒原 往深渊通道飞去 他沿着通道飞出两百里远 在通道的拐角处停下来 准备布置封印大阵 不巧的是 有两团裹着五彩流光的身影 正风驰电车的飞来 他用神魂力量一扫 便探查到那是两个天元 近七重的强者 果然被摇摇猜中了 天荡城里的那些强者们 终究找到了这里 以前坠神岩没有天地异象 还有一头黑暗火龟守护者 无人能找到坠神岩 更不可能来到这里 现在黑暗火龟死了 通道的封印大阵也没了 这些家伙都能闯进这里 真是麻烦 他心中泥南了几句 便施法打出两道火焰巨掌 朝那两个天元强者轰去 此路不通 你们立刻离开 否则杀无射 他声色威严地怒喝一声 滚滚声浪在通道中回荡着 那两个天元强者 看到火焰巨掌杀来 感受到狂暴无匹的力量 顿时大惊失色 露出惊恐的眼神 天哪 这里果然有人 竟然有人提前闯入这里了 他肯定想不吞神器法宝 两名天元强者的第一反应 就是通道深处藏有神器法宝 所以既天行才会出手阻拦他们 他们拼尽全力地展出漫天见光 抵挡火焰巨掌的轰杀 然而随着砰砰两声沉闷巨响 两人都被火焰巨掌轰飞出去 狠狠撞在通道的岩壁上 两人被火焰巨掌打得浑身焦黑如炭 身受重伤之下 连连口吐鲜血 他两滚落在地上 浑身鲜血淋漓 沾满了尘土与碎石 他们挣扎了片刻 踩脚步踉强地站起来 劈头散发的模样十分狼狈 该死 这家伙的实力好强 不能与他硬拼 我们快退 否则便要丧命 两人都被济天行的强大实力振折 心中生出浓浓的金句 即便他们惦记着深渊中的神器法宝 也不敢再逗留 慌不迭地转身逃跑了 济天行没有追杀他们 连忙挥动双掌 在通道拐角处布置封印阵法 两个时辰之后 他布置了一座魂集下品的封印大阵 将通道战时封印了 练魂境以下的舞者和妖兽 绝不可能闯过这道封印 做完这些之后 他返回漆黑如墨的深渊 继续和云瑶联手施法 接下来的两天 深渊中十分平静 果然不再有舞者和妖兽来打扰 此天之后 金山王和八百勇士们 把方圆千里的大地都贯穿了 一张复杂如与网 由上千条通道构成的迷宫大阵 终于形成了 那些通道纵横交错的连接着 四通八达 无比复杂繁琐 继天行继出三道神魂法剑 释放莫大的法力 汇聚天地五行之力 启动了这座巨型迷宫大阵 整整四个时辰之后 这座方圆千里的大阵 终于顺利开启了 复杂曲折的通道中 弥漫着五彩的天地灵气 如梦如幻 无比绚烂 云瑶看到这幅场景 当场发出不可思议的惊叹声 天哪 我以为你只是挖掘通道 破坏这片区域的地形 没想到你竟然布置了一座千里大阵 天行 你的阵法造诣又精进许多 越来越令人惊叹了 继天行缓缓收工 抬袖擦去额头的汗水 面色苍白地喘息了一阵 他对云瑶露出一丝微笑 解释道 之前我查阅资料时 学习到很多神庙的知识 了解到一些天地奥秘 我能布置出这道方圆千里的天地大阵 既需要土灵族勇士的帮忙 也借助了天地力量 凭自身力量布置的阵法 力量终究有限 但是 借助天地力量形成的大阵 确实威力无穷 说罢 他目光灼灼地盯着巨石大阵 微笑着道 巨石大阵的力量不断减弱 暗红光照的颜色与力量 也变得十分虚弱了 看来我的方法没错 布置一道天地大阵 削弱巨石大阵的力量 遥遥 我们可以开始破阵了 巨石大阵的力量来源被切断 逐渐变得难以支撑 暗红光照也变得不弱 如此一来 大阵就变得有机可循 逐渐呈现出相应的脉络和节点 继天行研究了一整天 终于找到了破解之法 开始破阵 在云瑶的协助下 他连续不断地施法 剥剪抽丝地破解巨石大阵 两天之后 他以类的精疲力尽 心神巨疲 法力也消耗了六七成 好在 巨石大阵终于被他破解了 36块巨石都变得光滑暗淡 冰冷死急 笼罩方圆3000米的暗红光照 也逐渐崩溃消散了 巨石大阵彻底被破解 封印力量解除了 那道悬浮于半空的暗金色火焰 却像一道流光 羞得朝远处飞走了 第1211章神宴印记 继天行早就知道 那一缕状如常见的暗金火焰会游动 只是巨石大阵封印着他 让他无法脱离 才竟禁地悬浮在空中 如今巨石大阵被破 他失去了束缚 当然会腾空飞走 果然不愧是神力 竟然如同火雾一般 云遥看到暗金火焰飞过夜空 顿时露出惊讶之色 低声泥暗一句 既天行早已蓄世待发 当暗金火焰飞过夜空时 便闪电般打出一只金光大手 狠狠抓去 砰 强大有力的金光手掌 一把抓住了暗金色火焰 然而 暗金色火焰的威力太过强大 瞬间就把金光巨手正常粉碎 爆出一声闻响 既天行也被强大的冲击波 震得倒退时不远 面色一阵苍白 那暗金色火焰只停顿了一下 又加速朝远处飞走 可恶 我好不容易才破解大阵 岂能让你逃出我的手掌心 既天行低喝一声 浑身涌出金光 快如极电地飞过夜空 朝那道金燕追去 几个呼吸之后 当那道金燕飞出荒原 钻进深渊通道时 他终于追了上去 藏天 助我一臂之力 他在脑海中低喝一声 右手一挥便将断剑甩了出去 漆黑如墨的断剑 立刻绽放出璀璨耀眼的神圣金光 化作一道千米掌的巨剑 刷 只是一刹那 千米掌的金光巨剑 便飞到了金燕的前方 挡在他的面前 砰 金燕狠狠撞在了金光巨剑上 爆出一声沉闷的巨响 金光巨剑被撞飞出去 狠狠刺进了岩石墙壁中 将坚硬的岩壁轰出一道巨坑 裂开无数篝祸 好在 金燕也被震退了十几丈远 速度骤然减慢了 趁此机会 纪天行飞到金燕的旁边 右手五指齐张 朝金燕抓去 他催动补天珠的力量 右手掌心释放出浓郁的神秘白光 将暗金色火焰抓在了掌心中 刷 暗金火焰被神秘白光包裹住 被纪天行抓在掌心中 顿时拼命挣扎找想要逃跑 纪天行死死抓着他 无论如何也不松手 还拼命催动补天珠的力量 狠狠镇压着他 奈何金燕的力量太强大 竟拖着他继续往前飞行 一路左冲右途 不断轰中通道的岩壁 砰砰砰砰 随着一声声温响爆出 古老的深渊通道 竟被轰得支离破碎 不断崩塌陷落 无穷无尽的碎石和尘土 从洞顶上垮塌下来 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剑起漫天尘土 纪天行被金燕拖着往外飞去 云摇满腔担忧的追赶 却始终追不上 大约二十席时间之后 金燕拖着寄天行飞出两百里远 抵达了他布置的封印大阵面前 寄天行本以为 他布置的魂集大阵 应该能阻挡金燕片刻 可他没想到 金燕绽放出更加耀眼的金光 轰的一声就把封印大阵击破 轰出一道巨大的缺口 然后 神秘金燕拖着他 穿过大阵的缺口 继续往通道外飞去 可恶 这一缕神力怎么像是有智慧一样 寄天行满腔郁闷 又有些震惊地嘀咕了一句 金燕继续拖着他往外飞 沿途把深渊通道撞他 摧毁了七零八落 成为一片废墟 云摇合葬天剑跟在后面追赶 满腔焦急地想办法解救寄天行 没过多久 金燕带着寄天行飞出深渊通道 飞到了漆黑的深渊中 这座深渊位于坠神眼下 正是之前寄天行斩杀黑暗火龟的地方 幸运的是 金燕的力量衰弱几分 飞行的速度变慢许多 趁着这个机会 藏天和云摇连忙追上来 联手协助寄天行 镇压神秘金燕 藏天剑仅次于原神级法宝 力量强大无匹 有他帮忙镇压金燕 寄天行顿时压力大减 从空中降落到地面上 他拼命催动补天猪的力量 快速吞噬神秘金燕 很快就让金燕安分下来 半刻钟之后 金燕挣扎的力度越来越弱 逐渐被补天猪压制住了 又过了半个时辰 金燕彻底被补天猪吞噬 化作千丝万缕的金色丝线 进入寄天行的体内 被封印在脑海中 补天猪包裹着金燕 缓慢地炼化着 寄天行这才松了口气 终于放心了 呼 这道金燕真是难缠 力量强大无匹 比原神至尊还强者 若非有葬天和补天猪的帮忙 恐怕我根本不可能降服他 想到这里 他既感到庆幸 又对神秘金燕充满了期待 他忍不住幻想着 等补天猪帮他练化经验之后 会得到多么强大的力量 不过 当务之急他的尽快调息 恢复损耗的法力 他连忙拿出两颗丹药服下 盘膝端坐在地上 开始运弓调息 摇摇藏天 你们帮我护法 我需要三个时辰练弓 云摇点了点头 默默守护在他身边 藏天剑也悬浮在半空中 监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 既天行很快就进入修炼状态 浑身笼罩着一丝朦胧的炫光 一个时辰之后 段剑内忽然传出藏天的声音 对云摇说道 你在这里守在 我去去就来 说吧 段剑修的一下飞走了 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 云摇还来不及问他要做什么 只好把疑问憋在心里 不依惠尔 他便看到二十里外的夜空中 忽然闪过两道耀眼的炫光 爆出一阵沉闷的巨响 但是 紧接着那两道炫光便熄灭了 巨响声也很快消散 没过多久 藏天就飞了回来 安静地落在寄天行身旁 云摇忍不住问道 藏天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藏天语气低沉得道 有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一直在远处窥伺 暗中布置阵法和陷阱 我见他们图谋不轨 便把他们杀了 云摇睁了一下 不禁暗暗则舌 藏天还真是冷酷无情 那两家伙也太倒霉了 接下来的几个时辰 深渊里一直很平静 三个时辰后 济天行的法力恢复到八成 暂时结束了修炼 他睁开双眼时 只觉得左手有些灼热 便低头望去 只见 他的左手背上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枚神秘的金色印记 就像一束火苗 第1212章是神之矛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神秘的金色印记 与他炼化的经验有关 经验印记只有拇指那么大 栩栩如生 透露着神秘而强大的气息 济天行隐隐感觉到 整条左臂都发生了无形的变化 似乎重如山月 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难道补天珠已经炼化了那一缕神力 不然我的左手背上 怎会多出个金燕印记 他疑惑地皱起眉头 连忙查看脑海里的补天珠 只见 白色的补天珠沉睡在脑海中 十分安稳静密 原本补天珠里有千丝万缕的金色神力 此刻早已消失了 毫无疑问 神秘金燕已被炼化了 变成一枚印记呈现在他手背上 那道金燕的威力无比强大 不知被我炼化之后 能有什么功效 寄天行怀着满腔期待 缓缓抬起左臂 催动法力朝前方的夜空拍出一掌 顿时 他掌心中喷出一股汹涌浩荡的金色神燕 凝聚成一把长达三米 粗如手臂的金色长矛 长矛的造型古朴华丽 犹如神话传说中神灵所持的神矛 丰锐无双 似能摧毁世间一切阻碍 西欧尖锐刺耳的破空声中 那金色神矛划破夜空 以超越极光的速度 瞬间轰杀到三十里之外 紧接着 一团耀眼夺目的金光爆炸开来 笼罩了方圆二十里的夜空 扑天盖地的碎石与尘土 朝四面八方疯狂蹦践 方圆几十里的深渊都剧烈战斗起来 大地崩裂出无数条篝祸 坚硬的岩石墙壁足足垮塌了几十里方圆 无穷无尽的巨石和尘土 从悬崖上垮塌下来 犹如千丈山峰崩溃一样 声势惊天动地 直到此时 惊天动地的巨响声 才传到继天行和云瑶的耳中 两人当即都愣了一下 双眼微微瞪大 不可置信地望着那山崩地裂的场景 发出了惊呼声 天行 那悬崖峭壁上的岩石 比百炼金刚还要坚硬 你这一道长矛轰出去 竟有如此恐怖的威力 若是那道长矛轰中了恋魂强者 岂不是也要当场轰杀成渣 那道神秘惊艳的威力 真是太强悍了 既天行的情绪有些激动 忍不住低喝道 我方才明明只用了两成力量 就有如此恐怖的威势 若是我使出十成功力 那一道神矛轰出去 岂不是能当场轰杀端木棚那样的强者 一想到这里 他便满腔兴奋和期待 很想找个机会 试试试成功力之下 金色神矛的威力究竟如何 神秘的经验印记 古老的暗金神矛 我又多了一招比坟天长厉害十倍的绝技 将来我实力够强大时 能发挥出神秘经验的全部威力 一道神矛轰出 并能轰杀元神至尊 这招绝技 我便称他为是神之矛 他满腔兴奋地说着 低头观察着左手背上的 经验印记 默默感应力量的变化 虽然他方才释放了一道是神之矛 但他并未感到力量流逝和衰弱 很显然 方才释放出的那点神力 对神秘经验来说 简直是九牛一毛 就在这时 云瑶忽然抬头望向上方的夜空 提醒道 天行 你看深渊上空 既天行顺着他指的方向 抬头望向天空 便看到百里高的夜空中 亮起了点点光滑 一团团金色 蓝色和赤红的火焰 犹如萤火一样在夜空中闪烁 既天行皱起眉头 仔细观察了片刻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 道 呵呵呵 看来那帮家伙都不死心 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摇摇 咱们去会会他们 一边说着 他伸手握住段见藏天 带着云摇往悬崖上空飞去 两人不断向上飞行 足足飞了近百里高 才离开深渊般的坠神崖 当两人飞到悬崖的上空中 便看到四面八方聚集了 二十几团五彩的真元光芒 那些耀眼的光滑中 都包裹着一道道人族舞者的身影 既天行的神魂扫遍全场 便发现那二十六个舞者 全都有天元静的实力 达到天元静七重的强者有七个 另外十九个人都在天元静七重以下 这些人分成了九波 三三两两的聚集在一起 互相保持距离 众人警惕戒备的同时 还不断向下方的深渊张望 当季天行和云摇出现时 二十六个天元强者的目光 齐刷刷地聚集在两人身上 众人的神经都绷紧了 目光阴沉地盯着他俩 露出了浓浓的底液和冰冷眼神 甚至 众多强者们还缓缓收拢包围圈 握着刀剑朝他俩逼近 季天行脚踏天空 站在云海之中 眼神轻蔑地扫过全场 与其漠然地道 本作今夜心情好 不想大开杀戒 试想地就滚开 他的话音中 蕴含着一丝神魂力量 棒薄而威严 振折着众多强者的灵魂 二十六个天元强者们 顿时都身躯一僵 眼底闪过一抹畏惧之色 然而 众人对神器法宝的渴望和幻想 超过了对济天行的畏惧 他们沉默了片刻 便又鼓起勇气 撞起胆子 握着刀剑朝济天行逼近 一个长着山羊胡子 穿着灰袍的老者开口说话了 小子 老夫是天荡城冒险工会的副会长 所有进入天荡城冒险寻宝的人 都得经过本作的同意 多余的话 老夫不想说 你若是事项的话 就乖乖地把宝物交出来 这个灰袍老者的实力 是众人之中最强的 达到了天元近九重左右 当然了 他已经卡在这的境界一百多年了 始终没有进步 如果没有天大的机缘或宝物相助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踏入炼魂境 所以 他对神器法宝的渴望最迫切 比任何人都想得到 见济天行面无表情 他又补充了一句 冷喝道 小子 别想蒙骗本作 深渊下的神器法宝 肯定在你手上 济天行眼神默然地盯着他 语气冰冷地道 你们这群无知的蠢货 当神器法宝是萝卜白菜吗 随处可见 还是唾手可得 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不想死的都滚开 第1213张一飞冲天的机会 只有云瑶清楚 当即天行说出这句话时 他已经动了杀机 然而 灰袍老者和场中的25位天元强者们 却并未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灰袍老者瘦长的脸上 浮现出阴侧侧的冷笑 语气森然地道 小子 你未免太可笑了 事到如今还在虚张声势 你把我们20多位强者都当三岁小孩吗 你们只有两个人 而我们却有20多人 纵然你们两个实力再强 今日也要栽在这里 废话少说 把神器法宝交出来 本作可以饶你一条狗命 灰袍老者也动了杀机 浑身涌出冲天的杀气 手中宝剑也亮起了耀眼的剑光 既然他的话已说到这里 济天行便不再与他废话 还不等他的话说完 济天行就挥舞手中断剑 斩出六道十杖掌的金光剑芒 朝灰袍老者和几个强者杀去 刷刷刷 六道耀眼夺目的金光剑芒 瞬间划破漆黑的夜空 斩杀到灰袍老者面前 他和四位天元强者都面色俱变 慌不迭地挥舞刀剑 施展各种绝学秘法 抵挡金光剑芒的斩杀 顿时 五人挥舞刀剑释放出密密麻麻的刀光剑影 将深渊上空都照亮了 砰砰砰 刀光与剑芒碰撞 爆出一连串的闷响声 在天空中回荡不休 狂暴的飓风扩散开来 顿时把四周的云雾吹散 卷起漫天尘土沙石 五位天元强者的攻击 瞬间被金光剑芒斩碎 崩溃瓦解了 五人都被金光剑芒劈中 当场标剑出鲜血和残肢断壁 发出一声声惨叫 灰袍老者被金光剑芒斩断了一条腿 痛苦地浑身抽搐 另外四个天元强者 也都被斩断了手脚 伤势凄惨 浑身涌出鲜血 这一幕 顿时让众人都为之一争 双眼中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众人都没想到 既天行的实力竟然强大到如此地步 但灰袍老者强忍着痛楚 满腔暴怒地狂吼一声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一起上 杀了他 你们这帮蠢货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把神器带走吗 众位天元强者们回过神来 都被他的话激起满腔战役 连忙挥舞刀剑和法器 释放各种秘法绝学 发起了进攻 并肩此上 杀了那小子 咱们人这么多 不用怕他 就算他有三头六臂 也要死在我们的围攻之下 想从我们面前带走神器 做梦吧 只要能抢到神器法宝 就算断手断脚也值了 一飞冲天的机会就在眼前 想成为练魂强者 只有依靠神器法宝 众人都满腔激动地怒吼着 浑身迸发出冲天战役 释放初破天盖地的刀光剑影和火焰洪水 拼命轰相继天行和云摇 云摇面色冰寒的低喝一声 操纵星辰法眼 施展星辰万剑的绝招 释放千百道剑光 他右手挥舞含月宝剑 展出一道月华光刃 杀向人群之中 既天行也不心辞手软 手中断剑一挥 便展出三十六道尺白光剑 分别披向众人 双方在悬崖上空 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各种五彩绚烂的光影 笼罩了方圆二十里天空 将夜幕都照亮 狂暴肆虐的静气 将夜空中的云雾都驱散 把四周的山峰都轰得摇摇欲坠 轰轰轰的惊天巨响 不断在夜空中爆出 传播到百里之外 好一场声势浩大的厮杀决战 然而 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仅仅持续了二十席时间 就宣告结束了 既天行才使出三招秘法 云瑶施展了四招剑法 就把二十多个天元强者们 杀得七零八落 最先被杀的人 正是挥袍老者 他被挤到剑盲斩断身躯 尸首分家 圆滚滚的脑袋抛飞在夜空中 又坠落到悬崖下 跟在他身边的四个天元强者 也被剑光绞杀成血肉碎块 连一具全尸都没能落下 除此之外 还有十六个天元强者 当场被斩杀 身受益处 死壮七彩 仅剩五个强者侥幸未死 却也是浑身浴血 断胳膊断腿 伤势无比严重 反观既天行和云瑶 不但安然无恙 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伤痕 还气定神弦 仿佛不费吹灰之力 幸存的五个强者见此情景 终于明白了两人的实力 强大到何等地步 五人都被吓得魂不附体 满腔战役和杀鸡 都如冰雪般消融 神器法宝固然吸引人 令人头脑发昏 失去理智 但死亡的威胁更加恐怖 让他们肝胆剧烈 在神器法宝和活命之间 他们选择了保住小命 刷刷刷 五人都强称着重伤之躯 不惜一切地朝远处逃跑 爆发出毕生最快的速度 但既天行和云瑶施展 刑拿手法 打出遮天蔽日的金光剧长 和星辰大手 立刻把他们抓了回来 既天行用金光剧长 抓住了三个强者 云瑶的星辰大手 擒拿了两人 五位强者被抓回到悬崖上空 都拼命挣扎着 却也于是无补 挣扎了几下之后 五人都满腔绝望 惊恐到极点 其中两人 竟然嚎啕大哭着开口求饶 姿态卑微到极点 这位少侠 不 这位爷 求爷爷开恩 饶我们一条贱命啊 是我们有眼无珠 不该动歪心邪念 求两位祖宗可怜可怜我们 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为了活命 两个身躯睽萎的中年大汉 竟然如此低声下气的求饶 另外三个强者见此情景 也有摩学样的痛苦求饶 只称纪天行和云瑶为祖宗 纪天行本来动了杀星 准备一剑杀了他们 干脆利落 可看到他们如此卑微不堪的模样 他心中的杀意便消散了许多 云瑶也有些不忍 扭头望向他 传音问道 天行 如何处置他们 纪天行就没想了一下 道 算了 他们只是鬼迷心窍而已 与我们并无深仇大恨 就饶他们一命吧 嗯 云瑶连忙点头 散掉星辰大手 释放了两个天元强者 纪天行也松开金光巨掌 把三个强者扔在了悬崖上 五位强者顿时如蒙大射 感激涕零地跪在地上 对两人磕头道谢 纪天行和云瑶懒得多看他们一眼 连美飞向远处天空 飘然离去了 第1214张风雨遇来 此时正值深夜 夜空幽暗 高天上有细细落落的星辰 意义生辉 纪天行和云瑶两人 连美飞过夜空 快如流光 一边赶路的同时 云瑶传音向纪天行问道 天行 坠神崖我们已经找到了 崖下并无沧海神珠 接下来我们去哪 还要继续寻找沧海神珠吗 纪天行点了点头 目光遥望着东方 语气平静地道 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 寻找沧海神珠的希望也很渺茫 绝不能延误时间 接下来 我们要去东海归须 找到日月红炉 探查那里的情况 云瑶疑惑地猝起眉头 饶有兴趣地问道 日月红炉 听起来似乎很玄妙 天行你可了解那处境地 嗯 记天行再次点头 向他解释道 在我去北墨救你之前 曾去过一次东海归须 也找到了日月红炉 那里的确是一处时间罕见的奇景 海水倒灌入天穷 日沉海底月映白昼 他把日月熔炉的奇景 向云瑶介绍了一遍 云瑶听得入神 脑海中幻想出相应的画面 只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 他冷静下来仔细一想 便又觉得有些不对劲 天行 你已经去过东海归须 也见到日月红炉了 可你当时并未感应到 沧海神珠的气息 我们现在又冒险进入东海归须 岂不是注定要空手而归 记天行摇了摇头 语气郑重的道 上次我找到日月熔炉时 一直待在外面等候 并未进入海底红炉中 没探查过里面的情况 那位大人告诉我 日月熔炉里有可能藏着沧海神珠 我宁可信其有 也要再次探查一番 况且 你融合的那颗沧海神珠 当初也是在东海归须找到的 我觉得天旋大陆上如果有第二颗沧海神珠 多半也在东海归须中 云瑶听了他的分析 也觉得很有道理 便点头表示赞同 两人继续飞行赶路 一直往东飞行 十天之后 两人连续不断地飞行赶路 精神有些疲倦 法力也消耗颇大 于是两人途径一座繁华重城时 便停下来在城中休息 这座城池占地百里 人口近百万 城内热闹喧嚣 有天南地北的舞者汇聚于此 既天行和云瑶连妹进入城时 在城中逛了一圈 补充一些零食丹药等资源 便进入客栈里休息了 两人行事低调 既不张扬也并未警惕防备 毕竟 这只是一座俗世城池 城里没有什么宗门和强大势力 城中的百姓和舞者们都是墨流 基本不认识他们这种天骄 然而 既天行和云瑶却不知道 那些被他们无视的百姓和舞者中 竟有几个人悄然跟随 到了夜晚 城中安静下来 那几个舞者便躲在客栈周围 暗中观察着 直到黎明时分 那几个舞者才悄然离开 利用秘法发出了传讯 既天行和云瑶打坐调洗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早晨 精气神都恢复了 才离开客栈继续赶路 从中洲大地赶往东海 路途十分遥远 若既天行独自一人赶路 只需二十天便可抵达东海之冰的黑石城 但他带着云瑶一起 赶路速度就要慢一些 至少的一个月才能到达 二十天之后 两人赶了大半路程 距离东海越来越近了 这天傍晚时分 两人暂时停止赶路 又进入一座城池里休息 他俩进入城池之后 在城中逛了一会儿 便找家客栈下榻了 夜幕降临后 两人在客栈里打坐调洗 快速恢复法力 客栈四周的夜幕中 却出现了几道鬼祟的身影 分散开来躲在暗处 默默地观察着 到了凌晨时 既天行忽然察觉到异样 觉得有些古怪 便释放神魂力量探查四周 不过 那几个躲在暗处的舞者们 似乎非常警惕 都悄无声息地退走了 既天行多留了个心眼 暗中提防着 但那几个舞者没有再出现过 第二天一大早 既天行和云瑶便离开客栈 继续往东海赶去 接下来几天 一切都风平浪静 途中没有半点波折 但既天行心里还在回想之前的事 总觉得有一丝异样 隐约有些不好的预感 又是傍晚时分 他和云瑶飞翔在一片茫茫临海的上空 夕阳垂挂在天际 逐渐向地平线坠落 金灿灿的阳光 照耀着天空中的云层 洒落在两人身上 两人一边赶路一边传音 交谈着 既天行对云瑶说道 瑶瑶 这里已经接近东海之兵了 距离黑石城还有三天路程 东陵神将坐镇于黑石城 等我们到了黑石城之后 便在那里歇息几天 然后再前往东海归虚 云瑶点了点头 声音温和的道 天行 你到过东海归虚 这里的路线情况你比较熟悉 便依你的计划和安排 最近半个多月 我在赶路途中也在参悟和琢磨一招秘法 等到了黑石城 我便能安心修炼几天 争取早日领悟那招绝学 既天行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 唯唯汗手道 练魂竟是超脱了凡俗武道的境界 达到这个境界之后 你的潜力天赋和悟性会突飞猛进 才能逐渐展现出真正的天资 我相信 用不了多久你就能追上我 甚至超越我了 云瑶摇撇了他一眼 浅笑着道 我知道你想鼓励我 可这不现实啊 你是大陆第一天才 成长速度无人能及 既天行露出一抹玩味的笑意 与其笃定的道 没错 如果我们都闭关苦修的话 或许你很难追上我 但你别忘了 一旦我们找到第二颗沧海神珠 你就会再次蜕变 实力暴涨 功力突飞猛进 云瑶眼中露出一抹期待之色 点点头道 希望如此吧 没过多久 夕阳完全落山 夜幕降临了 天地间变得昏暗 两人脚下的茫茫领海 连绵起伏的山川 也变得朦胧模糊 但就在这个时候 侧后方的夜空中 却忽然亮起了一道耀眼 夺目的眩光 那道赤白光芒 犹如一条白色龙影 快如闪电的划破夜空 朝两人急驰而来 第1215章四灵圣旗 当季天行和云瑶发现那道白光时 双方还隔着五十里远 季天行扭头望着那道犹如白龙的光影 顿时皱起眉头 露出一抹凝重的眼神 以他的敏锐观察力 自然一眼就能看出 那道白色龙影中有个人 那是一位身躯高大魁梅 气势威严的中年男子 穿着一身紫色长袍 紫袍男子浑身亮起神魂白光 散发着强大的法力气息 飞行时能驾驭天地之力 举手投足间都能引动天地变化 毫无疑问 那是一位练魂境的强者 而且 季天行能感觉到 那紫袍男子的实力境界 只比端木棚稍弱一些 短短两个呼吸之后 那紫袍男子就飞出四十里远 来到季天行和云瑶附近 刷 紫袍男子停了下来 站在离两人十里远的夜空中 傲然挺立 他浑身的白光逐渐练去 显现出真身本体 目光冰冷地注视着季天行 季天行和云瑶也盯着他 仔细观察打亮着 天行 此人是谁 看样子来意不善 对我们颇有敌意 云瑶秀眉为促 暗中传音问道 季天行表面不动声色 暗中传音道 我也不认识这家伙 不过看他的面相有些似曾相识 或许他是冲着我来的吧 此人的实力达到了 练魂境六中左右 这等实力的强者 在大陆上并不多见 云瑶簇眉想了一下 语气有些担忧的道 天行 此人的实力与我父亲相当 在天旋大陆上 这等实力的强者 起码能排进前二十 只要他一出手便会曝露身份 我们就不难猜出他是谁 既天行只是微微点头 并未多说什么 他目光冰冷地望着紫袍男子 暗暗警惕戒备着 体内默默继续法力 随时都能攻击 阁下是谁 我与你素不相识 你为何深夜奔袭至此 他神色冰冷地贺问道 语气低沉威严 紫袍男子眼神凌厉如见地瞪着他 嘴角勾起一抹阴瑟瑟的冷笑 声音低沉嘶哑地道 既天行 是到如今你还在装糊涂吗 你可知道 自从你杀了我儿之后 我这一年多来都寝食难安 每每闭上眼都会幻想到 将你碎尸万段 错骨扬灰的场景 这一天 我足足等了四百六十多天 今夜 你必死无疑 我是要将你碾压成渣 让你灰飞烟灭 紫袍男子的语气 透露着无比憎恨和怨毒的意味 他那咬牙切齿的神态 仿佛要把季天行扒皮抽筋 吃肉饮血才能解恨 季天行和云瑶都争了一下 互相对视一眼 都露出一抹凝重的眼神 显然 两人都猜到了紫袍男子的身份 你是慕容家的家主 慕容正 是你 紫袍男子咧嘴冷笑 声音低沉地道 呵呵呵呵 季天行 你还不算太笨 终于猜到了我的身份 不错 本作就是慕容凌峰的父亲 慕容家的家主 慕容正 慕容正当场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一边说着还理了李子袍和衣袖 浑身勃发出汗天动地的霸气 他目光如电地盯着季天行 沉生怒喝道 小畜生 你既然知道了本作的身份 就该知道你的下场必死无疑 没有任何侥幸 束手就擒吧 本作可以只杀你 饶过你妻子云瑶 否则 本作不介意杀了你们俩 让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 听到慕容正这番话 既天行不禁露出一丝冷笑 冷喝道 慕容正 既然你隐忍一年多 想必心里也明白 你不能杀我 你我都是人族强者 归地庭管辖和约束 我如今是天臣御主 人族第一天才 你敢杀我吗 地庭绝不会饶过你 甚至连整个慕容家 都会因你而败亡 既天行一副有恃无恐的架势 言语之间颇为自信 冷笑道 就算你隐忍至今 在这荒僻无人的山川中 出手袭杀我 你以为此事神不知鬼不觉 不会败露 但是 这一年多的时间 我早已经飞袭比 就凭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见他如此自省嚣张 慕容正顿时满腔怒 异地喝道 既天行 你太畅狂了 即便你的天赋再高 也只有练魂境三重而已 本座亲自出手杀你 亦如反掌 杀你如杀狗 而且 本座隐忍了一年多 精心策划了一年时间 在大陆各城都布置了眼线 监视着你的动向 本座耗费了那么多心血 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绝佳的机会 怎么可能放过你 就算你说的天花乱坠 把地亭抬出来都没用 本座必定杀你 天王老子都拦不住 慕容正的怒喝声 在夜空中滚滚回荡 阵笼发聩 见他杀意已绝 既天行不由冷笑道 呵呵呵 慕容正 原本我没打算杀你 看在地亭的份上 也不会对慕容家斩草除根 没想到 你却揪着此事不妨 还自己送上门来 既然你一心求死 那我便成全你 这片无名的山川临海 就是你慕容正的买骨之地 慕容正更是仰天大笑 与其极为嘲讽地冷笑道 哈哈哈哈 小畜生 但惠尔本座就会让你知道 你的唱狂是多么可笑 一边说着 他缓缓抬起右手 掌心中亮起一团暗黄的炫光 刷光团之中 赫然是四口颜色各异的旗帜 滴溜溜地旋转着 刺到小旗都古仆精致 散发着沧桑雄魂的气息 显然是顶尖的魂级法宝 这正是慕容家的传家法宝 上品魂器四灵圣旗 一口有黑如墨的圣旗 上面刻画着一只神龟 正是北方玄武 赤红如火的旗子上 刻着一只神兽火鸟 乃是南方朱雀 暗青色的圣旗 卷刻着一条栩栩如生的青龙 主东方甲乙木 而赤白的圣旗上刻着白虎 煮西方更金之气 为天下无双的杀伐利器 慕容正双手施展法绝 打出棒驳浩荡的法力 催动四道圣旗飞上天空 刷刷刷地飞出五十里远 落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顿时 四道圣旗亮起各色光芒 引动天地力量 形成一道方圆百里的光照 将这片区域封印了 百里之内 都是慕容正掌控的领域 视为四灵风天阵 第1216章神秘强者 当四灵风天阵形成之际 方圆百里的天地 都被五彩光芒笼罩着 巨大的光照如同天幕 就像是倒扣的大腕 将济天行和云瑶镇压其中 大阵汇聚天地俱力 无形镇压着济天行和云瑶 令他俩压力暴增 行动艰难 就连他们的法律运行 也受到阻碍和限制 病得极不通畅 艰难晦涩 四灵圣喜 该死的慕容正 竟然动用了慕容家的镇足之宝 看来他是铁了心要杀我 济天行面色阴沉的泥南一生 眼神十分凝重 这时 慕容正直出一口魂集中品的冰蓝宝剑 指着他怒喝道 济天行 你的死骑到了 为我而临风尝命吧 话音落实 他挥舞冰蓝法剑 释放棒驳浩荡荡的法力 展出三道百丈长的巨剑 轰然杀向济天行 北道巨剑都呈冰蓝色 犹如巨大的冰林一般 散发着彻骨寒气 令方圆数十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济天行面色肃然地盯着三道巨大剑芒 右手掌心中金光一闪 便出现了断剑藏天 金黄斩 面对慕容正这样的老牌强者 他不敢掉以轻心 一出手便使出精湛的剑法应对 百丈长的金光巨剑 吸着无间不摧的威力 轰然斩向三道冰蓝剑光 砰 震耳欲聋的闷响声中 剑光轰然碰撞 爆出漫天光芒碎片 激起狂暴害人的冲击波 三道冰蓝剑光 只被斩断了一道 剩下两道继续斩向济天行 眼看着两道冰蓝剧剑左右夹击 立刻就要击中济天行 关键时刻 他连忙震动身后的金色披风 变成一双金色羽翼 将自身保护起来 砰砰 两道冰蓝剧剑轰然斩中了金色羽翼 爆出惊天巨小 却崩溃成了漫天冰晶碎片 济天行毫发无伤 展开金色双翼 便要挥舞断剑 反攻慕容正 就在这个时候 离他和云摇千米远的夜空中 陡然出现了一道白光 那是一道耀眼的赤白剑芒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后 以超越极光的速度 朝他刺杀而来 济天行只盯着慕容正 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 根本没有料到 身后还藏有别人 当他察觉到不妙 发现场中还潜伏着一位练魂强者时 已经来不及了 前有慕容正疯狂进攻 后有神秘强者出手刺杀 他父辈受敌 立刻就要血剑当场 不死也要被重创 就在这千军一法之际 一直守在他身侧的云摇 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挥剑挡在了他身后 越刃天急 云摇根本没有考虑太多 只想帮济天行抵挡强敌的偷袭 他绝不想看到济天行受伤 根本不考虑自身的安危 腾 大道刺眼夺目的剑光 轰然击中云摇展出的脚跃光刃 爆出一声温响 银色的月刃当场崩溃 是白剑芒穿过荧光碎片 狠狠刺中了云摇 扑 风锐无匹的剑光 洞穿了他的左肩 差点将他的左臂连根斩断 烟红的鲜血 顿时蹦践出来 在夜空中绽放出血花 吸烈而夺目 云摇遭受重创 当即张口喷出一缕血剑 身不由己地倒飞出去 济天行刚刚挡下慕容症的强弓 扭头便看到云摇满身鲜血地飞出去 顿时目自欲裂地怒吼一声 不 那一刹 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浑身神经绷紧 整个人都愤怒地头顶发麻 双眼都充斥着血色 无与伦比的愤怒和杀鸡 令他双瞳变得暗红 好似入魔了一般 刷 将云摇拦腰抱在怀中 满腔忧虑地查看他伤势 只见 云摇的左半边身子都血肉模糊 白衣白裙都被鲜血染红了 他面色苍白 额头直冒冷汗 精神也有些伪顿 但他咬牙强撑着伤势 竟不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 还连连向济天行摇头 示意他不必担心 天行 别管我 我没事 小心 还有个人偷袭 济天行本想为他输入 一丝功力 帮他治疗伤势 然而 慕容正满腔得意地大笑着 再次挥舞宝剑杀来 躲在暗中的那个神秘强者 也再次释放出几点寒芒 阴险歹毒地袭击他 情况为急 既天行来不及多想 也不能有欲 他当机立断地打开剑中世界 将云摇收进去 让他在安土城中疗伤 同时 他唤出了金山王 协助他厮杀作战 金山王热血好战 迫不及待地冲出剑中世界 抡着暗金战锤 便朝躲在暗处的神秘强者冲去 既天行则全力对付慕容正 挥舞断剑施展绝学秘法 与他在夜空中厮杀着 慕容正施展绝学秘法 释放出九条长达千丈的冰蓝色巨龙 吸着毁天灭地的威势轰杀下来 既天行直面他的绝学杀招 悍然拔出断剑 爆发最强功力一剑斩去 拔剑 一道锋锐无双 快到极致的百丈剑光 瞬间划破夜空 击中了一条冰蓝巨龙的脖颈 哼 嫩响声中 冰蓝巨龙被剑盲斩断 当场崩溃成碎片 紧接着 视白剑光的威力丝毫不解 又斩断了第二条冰蓝巨龙 慕容正意识到不妙 顿时瞳孔紧缩 对这招剑法的威力十分忌惮 他正要侧身躲避 视白剑光却已杀到面前 瞬间劈中了他 哼隆 巨响声中 他的护体法力被剑光劈碎 整个人都倒飞出去 尽管他穿有魂级下瓶的护身保甲 却也被视白剑光斩出一道下场的裂痕 他胸口和腹部的紫袍都破碎不堪 陷出一道狭长的伤口 不断往外涌出暗红的鲜血 恐怖绝伦的冲击力 足足将他震退千米远 他才好不容易卸掉冲击力 停止了倒退 与此同时 季天行施展剑魂战法 身躯如鬼魅般划破夜空 从几条冰蓝巨龙中间穿过 冲到了他面前 慕容正理着该死的老体夫 竟然找其他强者帮忙杀我 你这个胆怯懦弱的畜生 真正让季天行暴怒的 并不是慕容正喜杀他 而是慕容正找了帮手 以偷袭的方式打伤了云瑶 慕容正丝毫不觉得羞耻 还满腔得意地冷笑道 哈哈哈哈 你这个蠢货 如若不然 本作怎能有时常把握 将你斩杀于此 第1217章急着送死 当那个神秘强者出现时 季天行就明白了一切 这一年多来 慕容正表面隐忍不发 实在暗中谋划着为慕容临风报仇 慕容正在大陆各城中布置眼线 利用慕容家的强大情报网 监视他的行踪和动向 而且慕容正还找来了一位神秘强者助阵 有了十足把握才终于动手 偏偏慕容正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寄天行懒得再跟他多废话 拼命挥舞断剑 狠狠一剑朝他辞去 慕容正 你这个老畜生受死 咻 一点寒芒乍现 吸着毁灭一切的威力 瞬间穿过千米天空 杀到慕容正的面前 慕容正根本没有料到 既天行的剑法竟然达到了如此神妙的程度 简直是出神入化 匪夷所思 可恶 本座竟小看了你 围急关头 他满腔忌惮的怒喝一声 立刻借助四灵圣旗的领域之力 朝左侧瞬移了十里远 刷 光影一闪 慕容正辩挪移十里 惊险地躲过了这一剑 凝聚到极致的剑光 穿过数十里夜空 刺进了一座千丈大山中 瞬间爆炸开来 轰 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声爆出 那座千丈大山当场被炸的粉碎 化作无穷无尽的碎石尘土 朝四周蹦践开来 刺眼夺目的白色见光 也如同蘑菇云一样爆发开来 比太阳更加刺眼夺目 方圆几十里的夜空 都被白光映照的一片雪亮 千丈大山凭空消失了 原地只剩下一座深坑 以大山为中心 方圆三十里之内 大地纷纷崩裂出篝祸 山峰都摇晃不止 裂开巨大的缝隙 看到这一幕 慕容正顿时瞳孔紧缩 脸色变得凝重 眼中露出浓浓的震惊之色 见识到那一剑的威力 他十分庆幸自己躲开了 若是没有四零圣旗的领域力量 他肯定要被那一剑刺中 不死也要重伤 慕容老贼 修得逃走 那命来 既天行一剑刺空 却不气馁 再次挥舞断剑杀向慕容正 慕容正见他撞弱疯狂 杀气冲天 便不敢与他正面厮杀 连忙闪躲退避 他操控四零圣旗的力量 借助领域之力不断顺移 在夜空中飘忽闪现 让既天行根本碰不到他 反倒是既天行 被无形的领域力量镇压 速度变得越来越慢 法力消耗更加剧烈 既天行满腔暴怒 胸中积满了杀气 却无法释放出来 连连破口大骂慕容正是老乌龟 慕容正的处境越来越安全 愈发得意地大笑着 哈哈哈哈 既天行 纵然你再怎么天资卓绝 都奈何不得本做 你注定要葬身于此 英年早逝 为我而临风偿命 既天行面色冰朗 与其森然地怒喝道 你做梦 老匹夫 我不但杀了你儿子 还要杀你 回你慕容世家 你等着瞧吧 我杀了你之后 会将你们慕容家的子孙 全部斩草除根 一边说着 他拼命飞驰穿梭 追杀慕容正 慕容正却不急于 跟他正面硬拼 一直在领域中来回穿梭 跟他周旋游斗 突厌时间 他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想等神秘强者 解决金山王之后 再跟他联手诛杀纪天行 纪天行看穿了他的意图 便查看金山王的情况 只见金山王早已断入地底 跟一名身穿黑袍的中年男子 在地底深处追逐厮杀 金山王是土林族 在地底岩石层中厮杀作战 对他而言十分有利 按理说 他在地底战斗更得心应手 应该能占据上风 但事实却恰好相反 那黑袍男子的实力 竟然达到了炼魂禁武重 而且 黑袍男子也善于 顿地与刺杀之术 在地底厮杀作战 简直如鱼得水 双方厮杀了十几招 黑袍男子明显占据上风 将金山王打得节节败退 伤势不断加重 随着时间流逝 金山王身穿的金色铠甲不断崩裂 浑身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伤口 鲜血长流 他的力量不断衰竭 已经无力在主动进攻 只能疲于招架 最多在有百席时间 他就会被黑袍男子重创 甚至是斩杀 见此情景 既天行皱眉权衡了一下 便暂时舍弃慕荣正 转身扑向地底深处 他要跟金山王联手 先解决那身穿黑袍的神秘强者 再来对付慕荣正 然而 他刚要转身离去 慕荣正便趁机施展绝学 朝他冲杀过来 天风万刃斩 慕荣正怒喝一声 挥舞冰蓝宝剑 借助天地疾风力量 展出上万道寒冰剑光 刷刷刷 上万道三丈长的冰蓝巨剑 汇聚成一到万米高的冰蓝巨风 朝祭天行席卷而来 声势浩大的龙卷风 笼罩祭天行之后 疯狂绞杀着他 要把他绞成碎渣 他连忙展开金色双翼 将自身保护起来 上万道冰蓝剑光 疯狂刺杀切割金色双翼 发出尖锐刺耳的摩擦声 但金色双翼始终安然无恙 连一丝裂纹都没留下 持习之后 龙天照地的龙卷风逐渐消散了 济天行的身影显现出来 依旧毫发无伤 慕荣正 你这个老匹夫 等我杀了那个混蛋 戴惠尔就宰了你 济天行愤怒地咒骂一声 再次转身朝金山王妃去 慕荣正岂能让他如愿 当即冷笑一声 再次挥舞冰蓝宝剑 朝他扑杀过去 天霜寒龙破 慕荣正暴喝一声 双手中的冰蓝宝剑 化作一道切迷掌的巨剑 从天而降的斩向济天行 他本以为 济天行急于营救金山王 肯定无暇顾忌他 这惊天动地的一剑斩下去 就算不能重创济天行 也能将他打伤 更重要的是 这一剑能拖住他的脚步 让他无法营救金山王 然而 慕荣正怎么也没想到 济天行压根就是骗他的 当他握着冰蓝巨剑 不顾一切地展向济天行时 济天行赫然转身 满脸冷笑地望着他 老匹夫 你果然急着送死 济天行显然早有准备和计划 咧嘴冷笑了一声 悍然挥剑刺杀而来 他无视了从天而降的冰蓝巨剑 使出了刺剑绝学 不顾一切的刺向慕荣正 慕荣正当即露出满腔惊骇之色 想要后退躲避 却也来不及了 第1218章身外化身 修 一点寒芒乍现 随即怦然绽放 照耀天穷 寒光直接洞穿了慕荣正的腹部 在他体内猛然炸开 喷 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 刺眼夺目的白光绽放开来 将夜幕照亮 他的身躯被白光淹没了 让人看不清他的模样 只能听到他那声犀利的惨叫声 啊 白光波及方圆20里 几个呼吸之后才逐渐消散 聚响声也渐渐停歇 夜幕中逐渐恢复平静 只见 慕荣正已从天空中跌落 正倒在下方的山林之中 暴秘的丛林被砸出个大坑 四周的树木都被冲击破阵倒在地 枝叶凌乱破碎 方才还威风凛凛的慕荣正 此刻竟然只剩下半截身躯 腰部以下全都消失了 环顾四周 地面上只见落了点点滴滴的血水和碎肉末 连一块完整的骨头都找不到 这一件的威力 竟然恐怖如斯 只剩下半截身躯的慕荣正 浑身浴血地倒在大坑中 还在痛苦地抽搐着 发出声声惨叫 满头长发披散着 沾满了鲜血和泥土 他的双手和胸口 也是一片血肉模糊 不断溢出鲜血 可他遭受如此重创 狼狈凄惨到极点 却也不会丧命 神魂力量依旧顽强 他强撑着撕心裂肺的痛苦 伸出沾满鲜血的双手 抓着泥土和大坑边缘 一点点爬了出来 季天行从天空中飞来 站在大坑的上空 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面无表情地喝道 慕荣正 你的计划失败了 现在 要死的人是你 去死吧 出罢 他会武断剑斩出一道神魂剑光 踢向大坑里的慕荣正 慕荣正的伤势太重 强行动用法力逃出深坑 却也躲不过这一剑 眼看着 他就要被季天行一剑斩杀 围急关头 斜后方却有一道刺眼的白色剑光 快如极电的杀来 砰 这道石杖掌的剑光 挡住了季天行那一剑 爆出一声温响 两道剑光同时爆碎 炸成漫天碎片 朝四周蹦剑开来 紧接着 一道黑色身影飞驰而来 大手一抓遍 将深坑里的慕荣正提了起来 季天行并惊一看 来人正是那个黑袍男子 慕荣正的帮凶 此人身躯瘦血 念孔狭长且枯黄 下巴上留着一缕山羊糊 双眼狭长而深邃 一看便不是善泪 季天行记下了此人的长相 却觉得十分陌生 忍不住贺问道 阁下是谁 为何要帮慕荣正 助这为虐 那黑袍男子斜眼逆视着他 眼神冰朗 与其机翘地冷笑道 助这为虐 小子 该死的人是你 杀人偿命 现在还钱 你杀了凌峰侄儿 就该受受辅助 慕荣凌峰是你侄儿 季天行挑了挑眉头 疑惑得道 难道你是慕荣正的兄弟 慕荣家族的人 当然不是 黑袍男子下意识地否认了 他一边跟季天行磨蹭时间 一边给慕荣正注入法力 为下一颗魂集丹药 帮其镇压伤势 小子 我们都看走了眼 没想到你已区区练魂境三重实力 竟能打伤慕荣师兄 不过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你那个小矮子同伴 恐怕也活不成了 黑袍男子 偏了远处的废墟一眼 对季天行露出了戏虐的冷笑 季天行连忙释放神魂力量 朝二十里外的废墟望去 只见 废墟深坑之中 金山王满身是斜的躺在泥土中 浑身战斗抽搐着 他身穿的金甲全部破碎 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片 暗金战锤碟落在一旁 光芒暗淡 他浑身布满了数十道伤口 全都身可见骨 甚至 他的一条左臂和一条右腿 都已被轰成碎渣 真正致命的伤势 在他的脖子上 那一剑切开了他的血管 几乎将他斩首 也幸好金山王是练魂强者 若是天元静的强者 遭受如此重创 早已当场身亡了 看到金山王的伤势如此凄惨 季天行当即皱起眉头 眼神和表情无比阴沉 他目自欲裂地瞪了黑袍男子一眼 目喝道 你这个狗东西 好狠的手段 我绝不会放过你 黑袍男子也不生气 带着慕容正缓缓后退 还心虐地冷笑道 呵呵呵 大家彼此彼此 你若不想让你的伙伴去死 就别在这根本做浪费时间 季天行皱了皱眉 深深地看了黑袍男子一眼 他看出来了 黑袍男子肯定有什么阴谋 可能会趁他去救金山王时 带着慕容正逃跑 不过 就算他猜到黑袍男子的目的 也不可能见死不救 金山王的情况十分危急 若是再不得到救治 肉身就彻底废了 到时候 就算金山王能活下来 也得闭关疗养百年 才能恢复肉身 想到这里 季天行毫不犹豫地转身 朝金山王飞去 果然 当他转身飞走之后 黑袍男子立刻带着慕容正 朝远处的夜空逃走 慕容师兄 此则的实力太可怕 我们该撤了 慕容正的伤势暂时压住了 断裂的腰身不再躺穴 可他听到黑袍男子的话 却满腔不甘地喝道 不 祭师弟 我们花了一年时间 好不容易等到这次机会 终于能诛杀祭天行 一旦错过这次机会 以后再想杀他就难了 他非常狡猾 绝不会再给我第二次机会 幸记得黑袍男子 语气凝重的道 慕容师兄 我明白你的心情 我也想杀了那小子 为林峰侄而报仇 但是 你已经伤成这样了 连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又能奈他何 再拖下去 恐怕你我都要遭殃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啊 慕容正伸手摸去脸上的鲜血 脸嘴露出一丝阴森冷笑 从空间戒指里 逃出了一枚暗金的金属圆球 呵呵呵呵 祭师弟 你太小看师兄了 就算我被小畜生打成重伤 可我还有四零圣旗 和这件法宝 师尊将此宝传给我之后 我百年都未动用过 今日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黑袍男子盯着金属圆球观察片刻 突然面色俱变 双眼瞪大地喝道 这是玄耶金胎 师尊竟然将他传给了你 慕容正面录得一只色 点点头道 不错 正是玄耶金胎 身外化身 第1219章圣境密法 武道修炼 炼魂境是个分水岭 炼魂境之下 哪怕是天元境强者 也只局限于凡俗世间 力量和威力都有极限 可一旦跨入炼魂境 便超越了凡人的极限 无者可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神通 比如长寿千年 肉身毁灭 而神魂不死等等 分身之法 也是五道神通之一 有神魂分身和身外化身两种 神魂分身很容易理解 便是以神魂力量凝聚分身 但这种分身只是虚影 并非肉身实体 虽有种种妙用 却也有相应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身外化身 则类似于傀儡术 需要一具强大的躯壳 来胜装武者的神魂 被炼制成化身的东西 可以是一具尸体 也可以是一头妖兽 甚至还可以是某种法宝 慕容正手中的玄耶金胎 便是一具人形躯壳 是他师尊炼制的顶尖法宝 他催动磅薄的法力 注入玄耶金胎之中 金胎顿时绽放出耀眼的金光 立刻膨胀变大 变成了一具身躯 这具身躯高大魁梧 穿着一身金色铠甲 身材长相和眼睛 都跟慕容正一模一样 这就是玄耶金胎的神妙之处 慕容正长期以神魂力量祭练他 他就能变成慕容正的模样 若是黑袍男子的到此物 长期用神魂力量祭练 玄耶金胎所化的躯壳 就跟他毫无区别 当然 这具身外化身只是个傀儡 并没有生命和灵魂 所以他空有慕容正的长相外貌 却没有慕容正的气质和灵魂气息 慕容正操纵神魂白光 从头顶上飞出来 羞得钻进玄耶金胎中 玄耶金胎顿时活过来了 面部表情微妙变化着 眼神也变得灵动 浑身还散发出恋魂强者的霸气 慕容正扭了扭脖子 活动了一下拳脚 很快就适应了身外化身 他把自己的半截身躯 收进空间戒指里 然后对黑袍男子笑着道 纪师弟 现在你还觉得 我们杀不了纪天行那小子吗 黑袍男子眼神复杂地望着他 看着他身穿金铠 威风凛凛的模样 颇为羡慕地道 慕容师兄 师尊对你可真是 青睐有加啊 这句身外化身 乃是以星辰真经也练而成 有千变万化的功效 防御力也强悍无双 你有这剑法宝在手 哪怕肉身被毁 神魂也能立刻转入身外化身中 立刻恢复战斗力 这简直太逆天了 呵呵呵 所以我早就说过 既天行今夜必死无疑 绝无信念 慕容正得意地冷笑一生 手握着冰蓝宝剑 眼神冰冷地望向远处夜空 与此同时 既天行已救起了金山王 他施展木黄散的绝技 为金山王注入磅礡的 青木真气和生命力 金山王浑身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不再流出鲜血 既天行又给他扶下两颗疗伤丹药 运功帮他镇压伤势 金山王逐渐清醒了 声音削弱地道 季公子 让你失望了 小王太无用 非但没能帮到你 还如此突累你 既天行摇了摇头 面色肃然地道 金山王 你我之间 不必如此客套 你也不要自责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只怪对方实力太强 手段太卑鄙 你安心回安土城里养伤 我会料理那两个混蛋 替你报仇的 金山王点了点头 满腔关切地道 季公子 你一定要小心 保重 季天行不再多说什么 打开剑中世界 将金山王送回安土城中 然后 他拎着断剑葬天 转身朝慕容正和黑袍男子飞去 刷 他面无表情地飞过夜空 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沙鸡 眨眼间就来到一座山峰上空 他站在离慕容正时离远的夜空中 目光冰冷地望着他和黑袍男子 看到慕容正的身体恢复原状 且穿上了一层金色铠甲 他顿时身躯一阵 疑惑地皱起眉头 慕容正这个老皮肤 他明明被我一件摧毁身躯 仅剩下半截身子了 怎么眨眼间复原了 这不可能 世间有什么绝学秘法 能使人眨眼间就血肉重生 即天行满腔震惊 只觉得不可置信 这时 藏天的雄魂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提醒到 天行 世间确实有让人快速血肉重生的秘法 但那是圣经秘法 在这片大路上 绝不可能出现 慕容正绝不可能掌握这种圣经秘法 你所看到的他 应该不是他本尊 而是一具傀儡 藏天见识渊博 堪称通晓古今 当然能一眼看出慕容正的异样 即天行盯着慕容正观察片刻 疑惑地想到 藏天 什么傀儡能如此逼真 唯妙唯笑 还拥有慕容正的神魂气息 藏天沉默了一阵 似乎在探查慕容正的情况 片刻后 他才出声解释到 慕容正的身躯 很像是傀儡 但又不是 那是身外化身 一种稀奇罕见的分身之术 身外化身 分身术 济天行挑了挑眉头 露出一抹饶有兴趣的眼神 藏天沉生说道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时候 但你实力够强时 我自然会教你分身之术 好 济天行点了点头 杀气腾腾地道 这件事以后再说 现在我先杀了那两个狗贼 一边说着 他拎着断剑藏天 快如极光地冲向慕容正 慕容老匹夫 就算你换了一身狗皮 我也照样杀你 一剑开天 受死 幕后声中 济天行双手握着断剑 倾尽全力 劈出一剑 千丈长得赤白剑光 吸着开天辟地的威力和气势 从天而降地展向慕容正 这一剑 精气神合一 天 人 剑三者合一 此乃继天行 倾注法力 精神和神魂的一剑 至刚至强 正如他修行武道的决心和态度 一往无前 披荆斩棘 无论任何艰难险祖都一剑斩破 开天辟地的剑光 锁定了慕容正的神魂气息 令他无处可躲 慕容正当场面色一变 眼神凝重 只能施展秘法 撤掉笼罩百里的领域 将四灵圣旗召回到身前 刷刷刷刷 四灵圣旗飞到他头顶上空 快如极电段旋转着 结成一道巨大护照 把他保护其中 第1220章回去搬救兵 祭天行很清楚 四灵圣旗是魂集上品法宝 防御非常强悍 他的一剑开天绝技 当然是汗勇无双 无坚不摧的 但他无法保证 这一剑被四灵圣旗挡下之后 还能击杀慕容正 那是不现实的 最大的可能就是 四灵圣旗被弹开或打伤 慕容正安然无恙 最多只会受点轻伤 当祭天行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时 他毫不犹豫地改换目标 狠狠一剑披向黑袍男子 慕容正的实力较强 有四灵圣旗护体 不容易击杀 而黑袍男子的实力较弱 祭天行决定先斩杀他 再解决慕容正 黑袍男子站在慕容正身旁不远处 手握着一口宝剑 为慕容正掠阵 他本想着 趁及天行和慕容正厮杀时 他从旁协助 施展刺杀秘法 毕竟 他出身于顿天宗 最擅长隐秘和刺杀之术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祭天行那一剑 眼看就要披中慕容正了 却突然朝他斩来 那一杀 他面色俱变 双眼中露出金句之色 心中暗骂一声 卧槽 老子跟你无冤无仇 你不杀慕容正 竟然先杀我 黑袍男子郁闷地想吐血 却只能拼命逃跑 毫无抵抗之力 他本名叫计无措 是他师尊为他取的名 可他现在却无计可施 砰 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 开天巨见狠狠批中了 仓皇逃窜的季无措 狂暴的气浪形成白色冲击波 朝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瞬间笼罩方圆五十里 离得较近的慕容正 当场被震得倒飞出十里远 半边天都被白光照亮了 夜幕犹如白昼般雪亮 这一剑的声势惊天动地 无比骇人 季无措的身影被白光淹没了 连惨叫声都没发出 当场就如冰雪消融 肉身崩溃瓦解了 他身穿的宝甲 以及手中的魂器宝剑 都在这一剑下支离破碎 肉身被摧毁成积粉后 他的神魂也被巨剑的威力震伤 崩出一条条裂缝 片刻之后 当遮天蔽日的白光消散 夜空恢复幽暗 那一剑的余微才消散 一道白光刷的飞上夜空 朝远处逃走 那正是既无措的神魂 他不像慕容正那么幸运 有玄耶精胎做身外化身 他的肉身被毁 神魂无处可依 便只能仓皇失措地逃跑 此时此刻 他可顾不上什么 同门师兄弟的情谊 更不敢想及杀继天行 为慕容灵风报仇的事 他只想逃跑 以最快的速度远离此地 保住小命要紧 但继天行要乘胜追击 快如极光的划破夜空 灰剑追杀过去 想逃 受死吧 他冷喝一声 灰舞断剑展出一道 惊天剑光 杀象技无措的神魂 然而 慕容正早已扑杀过来 操纵四灵圣骑挡在他前方 天地法相 四灵震天 慕容正怒喝一声 操纵四道圣骑飞舞旋转 在夜空中凝结一道巨大光幕 犹如屏障般挡住了寄天行 砰 赤白剑光轰然斩中了五彩屏障 爆出一声巨响却直接崩溃炸裂了 那道五彩屏障也振战不止 崩裂出条条裂缝 很快就消散掉 寄天行的充实受阻 立刻被慕容正拖住 再想追杀 既无措 已是不可能了 既无措的神魂逃到十里之外 还不忘用神魂传音 对慕容正说道 慕容师兄 贼子实力强悍 我先走一步了 你不要逞强 若是不敌便要撤走 我现在就回顿天宗 去搬救兵来助你 说吧 既无措也不等慕容正的回应 慌不迭地朝远处飞走了 短短几个呼吸之后 神魂白光就消失在天际 被黑暗夜幕吞没了 茫茫山川与临海中 仅剩夏季天行与慕容正两人 还在厮杀纠缠 两人都使出全力 只想尽快斩杀对方 刀光剑影交错 在夜空中不断对轰 爆出声声巨响 慕容正一边与记天行厮杀 一边私存着 哼 既无措这个家伙 还是像以前那么贪生怕死 没有骨气 这小子只会在暗处偷袭 根本没有正面决战的勇气 也没有强者的担当和尊严 正因如此 师尊才不重视他 将玄耶金胎传给了我 等他回顿天宗般救兵 不出一个时辰 本座定能将记天行的脑袋斩于剑下 与此同时 记天行也紧皱着眉头 脸色阴沉地暗响着 慕容正的四灵圣旗 果然不愧是传家法宝 防御如此强悍 除非我尽身厮杀 才能用断剑击破圣旗的防御 否则就凭五道秘法 几乎不可能冲破四灵圣旗的守护 慕容正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一直提防着我 根本不与我尽身厮杀 不行 我的创造机会才行 既天行打定了主意 便故意露出个破绽 引来慕容正攻击 趁慕容正猛攻之际 他连忙施展剑魂战法 凭借神乎其神的身法 躲过了漫天剑光 冲杀到慕容正的面前 老匹夫 受死 既天行突然出现在慕容正身后千米之外 宝喝一声 挥剑狠狠斩去 拔剑 断剑斜斩出一道赤白剑光 瞬间划破叶幕 斩中了慕容正 慕容正还来不及躲避 就被这一剑劈的倒飞出去 他的左肩上 立刻多出一道一尺多长 两寸多深的伤口 这一剑 差点将他整个左臂斩断 然而 伤口处计看不到鲜血流出 也看不到白骨 慕容正倒飞出千米远之后 浑身金光一闪 立刻运转法力 修复左肩的伤口 一眨眼的功夫 伤口就恢复如初了 看到这一幕 既天行顿时皱起眉头 表情有些难看 慕容正却满腔得意 咧嘴冷笑起来 呵呵呵 小畜生 看傻眼了吧 没见过如此神奇的自愈能力吧 本座身为千古世家的家主 所掌握的资源宝物和秘法 是你根本无法想象的 你是斗不过我的 任命受死吧 既天行眼神冰冷地盯着他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与其玩味的道 不就是一句傀儡化身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真以为我杀不了你 那你就睁大狗眼看清楚了 一边说着 他抬起了沉重如山月的左臂 手背上的火焰印记 亮起了神圣的金光 赤神之矛 让你在这边缜着 死亡烹敗 我差不多这么长的 是罪心子